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今天的《大乘经传论》先念传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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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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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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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大乘经传论》讲《大乘经庄严论》讲六波罗密度 这好几堂课讲六波罗密度 所以应该我个人觉得很开心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一辈子遇到大乘佛法这个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这一辈子有系统的学习《大乘经庄论》 尤其是弥勒菩萨未来的弥勒佛他的弥勒无论皆上善缘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觉得大乘的学习 对自相续的对治烦恼增上智慧有非常大的利益 也是报道诸佛菩萨和传承上师的恩德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我想我们每次听大乘佛法或者学习大乘佛法 实际上是一种法习充满吧佛教里面有法习充满 因为佛法的缘故这种欢喜慢慢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没有法习充满的原因 如果我们无需充满有一定的困难 各种各样的物质财富有的话不一定欢喜不一定快乐 因此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家都很坚持着 听大乘佛法一直过来的 我们现在正在讲第三本书嘛第三本书那天也讲了 今年上半年讲一部饭下半年集一部饭第三次已经完成了 最后一次如果没有什么其他违缘 明年把最后一次圆满 我也获得了传讲所有大乘佛法的功德 我想你们听众也同时真正得到了 所有大乘经论的圆满功德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讲这部论典之前也跟大家讲一下 如今末法时代的时候心里充满愉意症 自闭症 或者各种痛苦一直不断增长的时代当中 实际上我们学习这样的佛法至少也是心里会健康的 无论是你身上或者你的生活当中 出现什么样的快乐或者痛苦 我要正常地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必要 下面我就紧接着讲 今天有可能大概除了这个颂词以外 六个波罗蜜多有六个颂词来讲 当知诸百法三乱如定俱十一二二 波罗蜜多十他这里讲 不管是师弟也好是波罗蜜多也好 还有所有的菩提分法实际上都归继在六波罗蜜多当中 所有的这些善法都可以归纳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不入定的善乱和入定的不善乱 还有入定和不入定这两字结合的 这么三个波罗蜜多当中可以摄持的 那怎么样摄呢 首先他这里讲散乱还有一个入定还有一个具 散乱和不散乱两个都具足的这么一个三个 这里面首先是六波罗蜜多 他其中的两个属于不入定的经常散乱的善法 具有散乱所所所的善法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讲开头的布施和持戒 为什么是圆满持戒和圆满布施不入定呢 其实这里面的比如说布施的话 我们都知道布施的时候不管是法布施也不能入定 除了有些可能诸佛佛都有些入定的讲法 但这个是境界很高的 一般发布施的时候肯定用依靠身体 语言这些 然后才布施的时候用自己的手来给别人东西 无为布施的时候也请自你自己的身体参与 这样大多数依靠身体和依靠自己的语言来完成 这样不是入定而完成的 应该可以说是散乱性的这么一个非入定的善根 持戒也是一样的 本来我们戒律别解脱戒 禅定戒 无路戒这几个 但其中主要讲的别解脱戒 那别解脱戒大多数都比如说不杀生 不偷盗 还有不说妄语 不邪音这些都是跟身体和语言有直接关系的 这样一来首先两个持戒和布施 实际上唯入定的这么一个善根琐事 入定 禅定和智慧 那么禅定和智慧大家都知道禅定的本体本来都是如定的 这个不用说了 智慧实际上有三种智慧 闻 死 修 三种智慧 闻 死 修里面前面的闻和死不是如定的 应该闻对自己的身体也有关系的 思维对心理有关系 但是死一般都是有一种散乱的信心辨别的 但主要的智慧当中他闻死修里面最主要的智慧是修慧 因为通过修慧才觉悟的 所以他这里修慧禅定和智慧 智慧当中最主要的修智慧 那么这是如定的本体和如定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波罗蜜多因此把它称为是什么呢 称为是如定和非如定之明的 讲的安忍和精进 实际上也有如定的部分也有持戒的部分 也有非如定的部分这两个 因为布施和持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需要修安忍 修安忍 也需要精进那个时候布施过程当中 还有持戒过程当中需要精进和安忍的话 实际上是非如定的 智慧和禅定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有安忍和有智慧 那么这两者实际上是属于如定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说安忍和持戒的话 安忍和精进 啊 啊 啊 他不出去 他不出去 他还想听法 是吧 啊 就开始唱歌 我是建议那个有时候小会儿听课的时候 虽然传讲的人可能有时候觉得有很多孩子在下面老的话有点困难 听众也有困难但是对孩子本身的这种 因缘和将来的成长小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闻法的机会 这个是很好的 所以我去一些藏区老百姓里面讲课的时候 有些法师说最好你们把孩子带到外面去不要哭啊 就这样的但跟孩子说不要哭呢他非要哭 所以这个也是不一定能办到的 虽然我们听众有一点影响 但是对这些孩子的将来听课是很好的 比如说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善根 因为小的时候的这种基因一辈子都是忘不了的 他会可能想我跟妈妈一起很小很小的时候到某个地方 很多上师的一些传记里面都说 我小的时候跟母亲一起摆见过某个大德 但后来听说这个大德如何如何了不起啊 我们看到藏传佛教很多大德的故事的时候 也有从小都有这么一种影响 看到汉传佛教当中也有很多故事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给孩子受一些影响 不管是听法也好 放生也好或者做一些善事的时候 希望我们出家人都没有孩子但是在家人 我看今天我们这边大多数是在家人在家人的话 有些是有过去的孩子有些是有未来的孩子 有些是有现在的孩子善事佛一样的 所以对孩子从小有一种善根的影响 我们觉得还是很好的有些教育的话 不一定非要老师给你讲课家庭教育吧 父母的言行举止对他来讲是影响非常深的 哎哟 这是刚才有一个孩子在唱歌 所以就给他讲一下教言 下面讲我们下面就是菩萨是微探 非探无探咒 也非探微探 非探无探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有七个碳 五碳 七个没有碳的 在历史上以前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有一个叫做 厄拉登歇尔 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意识翻译家 当时翻译《大乘经庄严论》的时候 他把后裔的这些版本全部都是不探不探不探 七个碳都是不探不探这样的 后来他看到前一排比较早期的这些意识 他们每一个都有非探 无探 微探 有不同的探浊 有些是世间有些是有很多不同的否定词 后来他特别对前一排 原来他很傲慢的认为他自己翻译得特别特别好 后来他看到尤其是前一排的贝罗扎 还有嘎瓦华士忠罗利尖 他们有前一的这些意识 觉得他们的这种意识非常非常好的 他喉拉比歇尔一直赞叹 怎么说的 我刚来的时候法王如意报应该是85年的时候 法王讲《中观传言论》当时 讲《中观传言论》的时候我们在坎布根德罗尔面前辅导 然后坎布根德罗尔讲了这个故事 然后他就念这个偈颂 我刚才念的那个偈颂他的意思是说 前一排的贝罗扎那他的智慧是像虚空一样的 非常广大的 前一排的还有一个叫 嘎瓦华士和九若利尖姆斯有两个大意识 他们两个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保险意识 人群藏波医师的智慧就像早上的清明星一样 莫拉比歇尔他说我们的这些智慧就像萤火虫一样 原来是他特别特别傲慢的一个人 他后来看到前一的 尤其是看到《经庄论》的前一版本的时候 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深 因为后一排全部都说不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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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但前一好像每一个他有不同的意思 直接从五坛当中可以表达出来 他就非常的赞叹说这个事情 我以前好像讲相关的时候也稍微说过 所以前一排这些从点点的衣服上面也看出来 就是前辈高僧大德这些伟大的一些 应该可以说是他们的智慧也好 他们对佛学的贡献吧 它下面我们对每一个波罗蜜多用七个方面 我们大乘真正的六波罗蜜多 其实他断除了六种伟品 断除了七种伟品 那么这里前面是菩萨诗为他 他这里诗一个字下面都每一个颂词里面改一下 其他都是一样的 但是表达的意思都有点不同的 他这里说菩萨的布施实际上是远离了七种伟品 那七种伟品呢首先第一个 菩萨的布施是微坛 微坛的话他已经远离了他真正的伟品 伟品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是令蛇行 真正他布施不愿意布施 法布施也不愿意 财布施也不愿意 一直精进地不放着财物 这个是他的伟品但菩萨没有这个 第二个就是说飞坛 飞坛的话菩萨有布施的因缘的时候 他不会说 乞丐来了的时候 我以后再布施先等过两天明年布施 他不会这样的他就立即布施 所以一般菩萨我们可能凡夫人过两天再说吧 以后再说吧这样说明时间耽误很长时间 这个菩萨没有这种这叫做飞坛 菩萨第三个就是五坛桌 菩萨布施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全面的布施 就是没有满足性我们一般凡夫人布施的话 我可能布施这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我不愿意布施 我布施给某个人我的亲朋好友 某个乞丐看起来很可怜的很庄严的 我给他布施但是那个很讨厌的我不给他布施 或者我布施我们家乡的这些乞丐 我不会在所有的众生面前布施 或者他从世间上面也是我十月出世的时候布施 我守八观在戒的时候布施 我开心的时候布施 他时间 地点 还有事物这些都是有一定的限度 我们一般凡夫人你开心的时候布施 布施的话我原来不是说过吗 我拿出十元钱我觉得十元块钱太多了 应该是再小一点结果拿出了一百块钱 后来就哎呀 算了不好意思就给了 但是这个布施很愿意给的 因为本来像比较小的物品给这样的 我们凡夫人一般布施他物质上面有限制 时间有限制还有其他的 但是菩萨的布施他所有这些是无有满足的 世间 地点全部都是他一概给的 第四个他是也非贪 也不贪 也不贪是什么呢 布施他因为布施的原因可能别人喜欢我 因为布施的原因我今天给别人布施 过一段时间他们给我汇报 在即生当中对我的财物 对我的感情 对我的生活 可能得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报应 对今生的报应他没有贪注 第五个 因为我布施的原因 将来我可能财富非常非常的丰富 相貌断严或者因为我布施的原因我实力强大 他未来的生生世世当中在异熟果上面 包括我的身体健康等等 他不会贪着这样的一束果报而贪着的 第六个他已经断除了吝啬的睡眠饭了 睡眠指的是习气很细微的部分 因为菩萨已经不但断除了吝啬 刚才前面第一个是吝啬他的威品 他的威品 细微的这些习气和睡眠的吝啬都已经断除了 所以说菩萨一般都是不会贪执 或者不会一直不给众生 没有的 所有的这些包括细节一般来讲 菩萨 一地菩萨以上吝啬的 因为第一地菩萨的时候布施圆满 那个时候的习气都已经得以断除的这是第六个 第七个 菩萨已经远离了对恶的作意和散乱的分别念 这两个都已经远离了恶的作意是什么呢 一般做布施以后自己先获得一种寂灭的 小乘的果报的回向但这个也没有 他这种比较恶劣的作意没有了 还有菩萨已经远离了三轮分别 他已经证悟了三轮体空 这样以后真正的菩萨所布施 实际上他已经远离了所有的这些贪嗔 或者说最根本的是吝啬心 《正义阿含经》里面也是讲了 智者随时行 无有吝啬心 智者他随时随地都布施 不是今天开心 明天不开心不是这样的 而且他布施的过程当中 他完全没有他违平的吝啬之心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样的布施实际上跟我们的意乐很有关心 发愿也很有关心的 《大宝积经》里面讲过 以前有两个人一起布施 一起布施的时候一个人他发愿和回向什么呢 我要变成国王 另一个人他发愿和回向什么呢 我要变成大成 他们两个的目标完全都是不同的 后来得的国也是不同的 一个是获得了大成一个是获得了 因为布施的功德一个是获得了国王 所以世间这样的布施他的发愿都是不同的 当然出世间真正的布施这样的功德 实际上我们经论当中也是讲过 菩萨的布施实际上是 因为对众生的慈悲心的原因 菩萨这样的布施是非常愿意的 菩萨行持的布施以慈悲心来覆盖了他的 一切诸世间无有如是乐 他说一切的世间当中好像菩萨的布施那样的快乐是没有的 可能有些人给的时候特别痛苦 伤心有这样的 但是在大乘佛教徒尤其是真正的大菩萨 他在布施过程当中心情是非常好的 我们有些人也经常讲有了钱不一定很开心的 但是这个钱已经给别人 别人真的已经有享受或者得到利益的时候有特别大的快乐 所以世间的一切快乐当中作为喜欢布施的人来讲 心布施应该是最大的一种快乐 当然我们凡夫人可能布施是最痛苦的 尤其是一个人有信仰 一个人没有信仰 有信仰的人想布施的话没有信仰的人可能不理解 想不通 这都是正常的不管怎么样 布施 波罗蜜多已经远离了七种违品 希望大家把这个偈颂悲上 这个偈颂悲只有一个字的差别 其他你不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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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七个的话 比如说菩萨布施不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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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里面夹的肺 物 胃这样也可以说 但实际上菩萨的慈皆不谈不谈不谈 菩萨的忍辱不谈不谈不谈 菩萨的精精不谈不谈 禅定智慧这样说的话 这个内容都是很简单的大家要记住 《大乘庄严论》当中有这么一个 每一个布罗美多有七个不谈这个是哪几个自己也要清楚 当然我们现在布施和持戒这些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因此我们自己不要认为我布施了 我今天给了一百块钱我今天捐了一千块钱 我做了很大的布施我就是慈善家 你看我获得的奖品就是这个 在讲台上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我布施了几万块钱或者这样的话 认为是我真的 但是不谈不谈当中可能有时候有点贪注了 这不是菩萨最究竟的布施 那么下面我们讲菩萨的戒律 菩萨戒也是微谈 非谈 无谈咒 业非谈 微谈 非谈 无谈咒 因为《大乘庄严论》有时候可能内容比较多一点 因此我也争取在一个多小时 最多超过五分钟左右这不超过 然后你们听的时候可能听《大乘庄严论》 可能有时候故事也不多 而且里面的内容都比较饱满内容比较多 但是我想还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学到什么 一个小时就觉得有点浪费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内容给大家讲得多一点 这样大家都还是要专注一个小时 那么菩萨的持戒也是远离这七种违品 第一个就是微谈 微谈也是破戒的违品 也就是说比如说贪心 嗔心 痴心等等 如果你违品贪嗔痴 傲慢等这些六度烦恼 其实每一个烦恼都有一种贪著吧 比如说我以嗔恨心来破戒 我以贪心来破戒 我以痴心来破戒 有很多这样子 菩萨都已经远离了这些破戒的贪著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菩萨吃戒过程当中不会贪 不会吃花 哦 我今天受戒可能有点困难 或者我年轻的时候没办法受戒 那我退休了以后我准备受个居士戒 我以后准备出家 我以后准备受菩萨戒 现在我没有办法 我孩子长大 现在他在八岁 不行 他现在长大了大概是 他读大学毕业的第二天我准备出家了 我们很多在家人 包括有些出家人 我现在摸个戒题是没办法的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一直这样的话 菩萨是没有这样的 他什么时候因缘成熟的话都立即受戒 那么第三个 菩萨这种受戒没有片面的 我只能受一条戒 我不喝酒 但是出眼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我不吃肉 但是我吃海鲜 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说 我不吃戒的话 我是两三天可以 时间长了不行的 我或者我做个断期出家 从世间上面 或者我在拿荣的时候我好好受戒了 下去以后没办法 我还是要看电视 我还是要喝酒 有时候地点 环境 吃戒都有一些片面的 但菩萨他没有的他生来都是威仪非常清净的 随时随地都是如此的 没有这样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菩萨吃戒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受戒不害众生 这样的话可能别人对我好一点吧 原来我的敌人太多了我出家了 出家以后可能我债也不用还了 别人也对我可能没有什么危害 为了逃避出家 受戒这些都是求一个汇报 但菩萨不会有这样精神的汇报 第五个 他有些是为了得到来世的 因为清净戒律我生生世世获得快乐 转生到天界 这样的 但菩萨没有这样的 未来的一宿过而吃戒的没有这样的 不贪著这样的 第六个 他也是断除了所有烦恼的 贪嗔痴的烦恼的习气 所以这些睡眠烦恼都断的原因 菩萨也不会贪执对境 因为有了睡眠的烦恼 对境现前的时候 一个是对境现前 一个是睡眠没有断 还有费力作业 《俱舍论》里面讲的是 在三种因缘具足的时候有一些烦恼 有一些破戒的现象这些都会出现的 但是一般菩萨因为他的习气已经断的原因 不会有这样的 没有贪著的 那么第七个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他吃戒并不是为了获得小乘的果位 而且这样的吃戒远离了三轮执著的 他是三轮提空的方式来获得戒律的 所以菩萨的戒律应该很清净的 当然受戒也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清净的戒律 即使广闻不学也是非常难以得到解脱 应该《月灯三摩经》当中讲的是 多闻不能救破戒地狱苦 说《月灯三摩经》里面前面有个诵诵忘了 主要是讲即使你对经论广闻剥削 如果毁坏戒律那么你的广闻 剥削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 将来一定会感受地狱的痛苦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实际上是受持清净戒律非常重要的 当然到了最究竟的时候全部以三论提空 这是最无上的戒律 龙猛菩萨在《施主毕婆萨论》里面也是讲了 若无我我所远离诸戒论 我和我所都没有 一切戒论都没有 一切无所的生命上失落 希腊说是愿离一切论我和我所 一切戒论都是没有的 一切所得也是没有的话 这就是最无上的戒 现在可能很多人受持的话 我受一个非常清净的戒律 自己有我和我所的执著 或者三论的执著就像《入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实际上这个并不是最高尚最上的戒律 所以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三论提空的智慧来摄持 这就是菩萨的戒律 这是第二个波罗蜜多 那么第三个波罗蜜多也是 这是菩萨人也是为贪 非贪 无贪著 修安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菩萨修安忍也是远离了七种违品 七种违品首先是第一个 菩萨修安忍的时候因为以嗔恨心来扰乱别人的这样的行为 完全都是没有的 菩萨修安忍的时候哪里有嗔恨心啊 所有的嗔恨心都没有的 所以我们安忍的违品主要是嗔恨 有了嗔的话不可能有安忍有安忍不可能有嗔 如果没有嗔的话我要扰乱别人的相续 害别人 这些行为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是什么呢 远离了违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贪著安忍 修安忍的时候他就立即地修 不会说我现在没办法修安忍 现在过一段时间可能因为我怨恨的敌人还没有消灭完 然后我对某个人的关系不好我把它处理了以后 我再准备修安忍波罗蜜多的话 它有一种延患有一种延期 但这样是没有的 菩萨他随时随地立即就开始修安忍的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就是没有相似的安忍智慧满足这样的一种贪著 意思就是说修安忍的时候他也是从世间上面讲 哦 我修两天安忍过一段时间可能敌人出现的时候 我去打仗去 世间上面也不会这样的 然后从地点方面我对中国人可以安忍 我对美国人无法忍耐或者对我的亲朋好友 他们害我的时候包括我的父母害我的话 毕竟是我的父母他们害我还是能忍住的 但是怨恨的敌人我的金正对手 如果他害我的话那我才不客气 这样的 对某个人 或者对某个地方 对某个人 对某个世界 他这些是片面的一个我们现在有些人对个别人忍 但对个别的人没办法忍 对某个世间当中比如说我现在这几天我受八观哉戒 我不害忍我这边受戒八天完了以后再说吧 我们那边经常有这样的有些老乡他们说 某个上师现在在说法讲课受八观哉戒 我这几天好好的完了以后我准备去报仇 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修安忍也不是很好的 不管是别人骂我们打我们害我们的话 我们应该用一种方法把它当作前世的一种业力来想 还有一种方法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修安忍的机会来接受吧 那么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他对修安忍并不是因为我修得安忍得很好 可能我这几天不说话的话 对别人对我可能换一种态度吧应该对我越来越好吧 我修安忍的原因别人即生当中可能对我供养 对我如何如何有些是本来心里嗔恨心很严重 但是表面上装着修安忍什么都好像没事一样 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些今生当中的报应 还有第五个他就今生当中修安忍 为了乃至生生世世相貌端严 听说不是修安忍很好看吗 我这辈子不太好看我这次一定要修好安忍 下一次我长得应该非常非常的好 这样才是我就是修安忍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 我们经常有些法师也是想 修安忍受入费中把脸色 手 一念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样修安忍很漂亮或者来世眷属圆满 财富圆满 修安忍有很多的异熟果报 为了贪执异熟果报也不行的 菩萨是不会贪执异熟果报 第六个他也是断除了嗔恨 违嫔的习气和睡眠烦恼 所以没有这些习气 第七个对小乘的恶劣作意或者对分贝三动的贪注 三轮执着的这些都没有 所以说一般修安忍波罗蜜多的时候就远离了所有的烦恼 《入行论》里面怎么讲的 就是我们不修安忍经常心里不寂静的话 就是喜乐也难生 烦躁无成面 经常想起一些敌人想起修不了安忍的时候 一个是没有快乐的心天天都是很痛苦的 然后有些烦躁烦得很烦得很无缘无故 其实现在有些人可能是福报 好像每天都是心情很好的 有些人可能无缘无故生嗔恨心 现在这样的人特别多不知道是失误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凡是莫名其妙地产生一个特别大的嗔恨心 经常特别的有种不高兴 突然就生特别大的嗔恨心 我烦得很反正我今天去炒了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不好那天我们赶紫州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 我一个同学的女儿好像去上班的路上被别人通死了 通死后来那个人已经发现了发现的时候 他拿着刀子在路上等别人过路的时候 大概是二十八岁的一个女孩子非常有善根的一个 但是可能前世的业力也好不知道什么 对他通了好多刀最后把他杀了已经很可怜的了 后来发现他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你这样杀人 他说我心情不好可能今生有一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 但是我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随意都开始这样的 有些时候我的房子都是晚上有人扔石头 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个官家把他抓了 抓了以后为什么 每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他用扔石头 后来说为什么我心情不好 我也没有给他做什么的心情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许从佛教的层面来讲 可能是业力现前的 比如说像我们也没有害什么 从来心里也没有想过 但即生当中肯定不是害的 也许前世害了所以他心情不好倒置 也许他自己以各种原因倒置的 所以说在这些现象我们现在的世间当中是有的 但是作为菩萨这些所有的 全部都是完全可以能忍受 我们好像《大宝积集》里面讲的吧 当年谁骂摩 骂者不可得 如果别人骂我的话我就用智慧来观察 骂者不可得 骂你嗔恨者 解析十空时 对我进行骂骂的话我对他生嗔恨劫 如果我用智慧来剖析他本体的时候 这个也是除了空性以外一无所得 其实这句话我还是很喜欢的 我们在网络上也好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 经常受到别人的谩骂和侮辱 有些是有原因的可能因为你抢了他的声音 你堕了他的事业可能也有这样的 有些确实即生当中都是可能没有什么的 但是他无缘无故地要么进行诽谤 现在我都是这样的 不管是网络上也好 别人有一些不同的语言来攻击的话 好像是一方面很有帮助的 能提升自己的安忍性也非常感谢这些人 有时候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违品 出现一些翻面的人物的话对自己还是一个很好的观察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不管是什么经历都是有价值的 有些可能你面前出现很多朋友帮助你的这些人 当然这些也是在菩提道路上面它是一个周园 也许显现上不是很乐观的出现对你制造违缘做各种事情的 但是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观察的时候 有人旁边说你的过失的话你也可以反过来思考 反思 这样以后也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教的一些发言文当中经常说 不但是感谢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 还要感恩所有怨恨的敌人以及违缘 魔障 包括一些邪魔对我们的身心制造危害的这些众生 我们同时也要一并感恩这也是菩萨道上面非常殊胜的窍诀 这是我们讲的安忍接下来讲精进 菩萨的情我就不念了下面都是 凡是微谈非谈 无谈不谈这些 菩萨的精进也是一样的首先是远离违品 违品就是懒惰 懒惰当中一个是天天什么事都不想做 就是睡觉 吃饭 一直是躺着 一般懒惰的人有戒律里面讲的是经常连做得不好好做 一直躺着 睡着这些还有懒惰的话 我们特别喜欢看一些世间的电影 电视 或者说一些特别没有意义的散乱的这些事情 它也是属于一种通恶懒惰 通恶懒惰我们也记得 这些懒惰都已经远离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菩萨做精进的时候他不会一直推 噢 现在别人没有说我的话我现在不能精进 别人劝你的时候精进你要去听课 好好好 我去听课然后听了一节课 我听了一节课 好累哦 哎哟 全身都是麻麻的累累 好 不听课可不可以 听一节课 两节课都不愿意 所以现在有些人真的 别人非要劝你的话要么听 或者好像只听一节课 两节课 那我明天听吧哎哟 你让我休息一下嘛 不要这样嘛 我太累了 我本来也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今天不定可不可以我今天不修可不可以 我加心今天实在是修不完 现在马上已经三月份了 我可不可以再烟花一个月 如果可以我到时给你可以买个 比较好一点的巧克力 这种类似的一直拖延 一拖再拖 心三方面就像前辈的大德说了一样 就像美丽的头发造火一样 马上或者缺络的人的怀里进入毒舍一样 很快的时间当中立即要行动 不能一直拖不然以后有一些违缘和障碍 有些时候我们做善事的时候 这个行动力很重要的 一直拖拖拖明天再说吧 后天再说吧 慢慢来吧 这样不太好还是要尽量地去行持 第三个 相识的一些精进吧 比如说你要精进的话我只是学一部论 两部论 或者我只是一天两天好好学习 这个月我就可以或者我现在年轻的时候我好好闻思 我现在已经五十岁了五十岁的时候有什么闻思 没办法动不了我现在没办法脑子转不了了 现在人老了好像还没有老的时候 自己把自己都已经 这是一种时间上面还要精进的一些 比如说我只能精进一天白天我精进晚上我 很多菩萨的精进实际上对法应该是 长期无有厌倦的精进才是对的 但是这个很多人都没有 菩萨是没有的远离相识的担注 还有菩萨因为我今天离他的原因 他可能会精进地帮助他 我就特别行持善法来帮助应该我这辈子 别人对我很好地有个好的汇报 或者说第五个我精神当中好好地帮助别人 未来因为我精进地愿意我所有的事业成功等等 也会有很大的异熟果报这样的贪注 那么第六个也是一样的 菩萨远离了所有的睡眠烦恼 难度的习气 第七个对恶劣的作意和对三轮的分别都没有 所以说菩萨真正的精进还是要有一种 不得两边的远离四边八隙的三轮提空的 这样的精进也是最上的 以前禅宗的有一个叫做舍叶多 在印度应该是二十祖吧 他当时去一个地方讲课的时候 去一个地方去弘法的时候当地有很多修行人 其中有一个修行人什么盘陀 忘了名字 他这个修行人特别精进的 业不盗弹六十礼服 白天晚上昼夜六十都是礼服 还有他穿的也是焚烧衣日中一世 然后还要一直业不盗弹这样的修行吧 很多人认为他是应该最快成佛的吧 当时四叶多他说为什么他是成佛 他应该离成佛还是很远的 然后很多人问那你是怎么修行的 他说我也不颠倒也不修道 他不会修道颠倒的也不会修道的 也不会白天精进晚上不精进也不会堕入这两边的 然后他也并不是多事也并不是意识 他对事物方面也不多两边的 所以他当时讲了很多远离两边的一些境界 应该是他是站在比较高的一些 就像《六咒谈记》里面所讲到的那样的境界 后来包括叛徒党在座的很多人完全也明白了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这个人特别精进 白天晚上都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他的耽著没有破开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懂得真正的一些法力 恐怕有些精进也不一定是非常合理 所以说这也是在修行过程当中 远离三轮分别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讲禅定也是同样的远离了七种违品 第一个它的违品散乱 这个大家都知道心散乱 身体散乱这些 第二个不贪着 今天我禅定没办法的再过两天再三天闭关了 这样一直拖拖拖 这也不是 第三个没有相似的几率为满足 我只是一天两天坐禅 或者我只是在机制当中只有一部分修行 全面的它不会的 或者说它在某个地点我在某个闭关的时候好好修 其他我都没办法 其实菩萨是很伟大的我们都没办法的 我们一年当中比如说能七天闭关或者一个月闭关的话 哦 我很了不起这样的 但菩萨真的是在随时都是他处于一种如定的状态 然后第四个他不贪着回报 我现在修经理帮助别人经常修持一些善法回向 别人也可能对我很好的去利益 偷这样的回报的话 菩萨也没有 那菩萨也没有贪着我今生当中好好地禅修 那么来世的时候身体也没有什么疾病 我的修行也获得圆满 转生到舍戒和无舍戒这样一个特别寂静的状态当中 这样一受果报的贪着也没有 还有散乱的 违品的 烦恼 习气也没有 还有我们前面讲的对小乘的烈衣道的作意也没有 还有对三轮的贪着也是没有的 因此菩萨在修道过程当中远离了所有禅定的七种违品 最后一个菩萨智慧也是同样的具足或者远离七种违品 那么第一个说菩萨因为远离了长见和短见的邪的智慧 智慧的违品长见和短见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了 第二个菩萨他因为我现在暂时不能依止善知识不能闻思修行 我现在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去修行那么以后再来吧 他这样拖延的贪着也没有 那么第三个菩萨以少许的智慧来满足或者我只听个课 文会就可以了或者思考就可以了或者修行就可以了 或者修行的话我只是把时间的禅定或者智慧圣观修一下 出时间都不需要任务就可以了不会这样的 它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其实我们菩萨的真正的闻思修行还是非常全面的一个智慧 这个很重要的它是没有这样的偏妙 而且它这样的智慧也不是用时间 地点包括智慧本体 也少量的部分的缺陷性的它不是追求的这样的 它非常圆满的完整的一种时间和出时间的 就像《结义会见》里面所讲到的那样的智慧是圆满的 所以不贪着这样的智慧 菩萨也不会贪着因为我说法利他的原因 别人可能对我很好给我供养 给我恭敬 给我有一些很多世间八法 我昨前天都是看到现实佛 现在在有些地方把现在真正的佛都已经出来了 可以给别人办法会 举行什么 这些是真的我们连这些词都是不敢用 现在很多人有些是什么什么如来 什么什么佛啊 昨天我们弗鲁那尊者都是不知道有没有转世 现在所法第一 但是这个所法第一的转世不会说法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转世 这些转世以前他的上意识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一转世了以后有些行为比我们一般凡夫人还差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现在佛教当中有些时候把利用的也好 或者说法都是偷一些回报 真正的手法不图回报真正宣讲 宣讲波罗蜜多比如说在《大宝积经》里面讲了二十种 他前面没有世间八法的全心全意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心态 讲了二十种比如说智慧具足 生生世世具有坚定的力量清净的行为还有一些开悟的心等等 有很多生生世世不会给魔众给你得逞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这样方便的时候你们也看看 我提供大家真正的说法实际上他在生生世世当中得到了很多利益 但是这些利益我们菩萨的最究竟观点来讲并不是贪著的 但是我们暂时来讲应该要了解这样的 现在世间当中把佛法用来完全跟自己的生活非常不清净的一种途径 因此将来的时代当中的确有一点复杂 这个原因我到时候也可以讲一讲 那么不投回报还有未来修行的智慧也好很多因缘获得异熟果也是不投异熟果 然后对菩萨第六个睡眠习气也已经断除了 然后第七个也是他不会回向下列的涅槃应该远离了三轮执着 远离了三轮所以菩萨实际上是远离了 上面所讲到的所有的七种伟品这就是菩萨的智慧 就是菩萨的智慧所以我们以上可以做一个简单终结 就是每一个六波罗蜜多都有七个不坛 我们用不坛 非坛 微坛都可以 凡是一次归纳起来真正菩萨的布施都有七种不坛的 当然这个七种不坛是菩萨的入灯智慧为主而讲的 但是我们在现实的显现当中有些有漏的善根追求应该可以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到岸边之前依靠传执这个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所讲到的比如说《大宝积经》里面所讲到的 说法的二十种利益暂时我们要懂得说法的利益 讲智慧波罗蜜多的真正利益的确是很需要的 我现在讲佛教徒一定要智慧不仅是佛法方面的智慧 更重要的现在科技的一些智慧没有的话 真的佛教的一些理念可能是更不上的 佛教徒可能被淘汰尤其是现在所谓的人工智能 将来基本上可能驾驭我们全世界 现在全世界很多高科技的人员也好 或者抓住一些经济美麦的大的财团和一些大的富翁 他们也拼命地去研究和追求高科技的 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相当多的一些技术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这些可能仅仅是依靠自己的一个信心 也许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都也许会变了的 我们佛教徒也许可能在独自自己思维和修行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客气也不需要世间的很多知识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还要继续迈步的话 也可能需要有很多前所未有的知识 所以佛教徒可能要不断地学习 本来在人工智能这些方面我想还是讲一下一些故事 但是今天因为世间关系我们就不说 我希望佛教徒也经常不但是要学习出世间的解脱法 也要了解现在当前的包括科技技术 正知 经济 很多方面的知识这样也许对你的修行也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扎修 这是一种可能太乱了当然你自己的根机 如果你觉得看得太多了 见得太多了 有点对修行有影响最好不看也可以 但是你要长期的弘法离生 可能我们要用大举触法应该高占远珠吧 应该是要看得远一点 占得高一点的话 也许可能会既看到当前各种变化的世界 同时也要发现我们未来走的路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不能一直地认知不然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可能干不上最高层的人的足迹 其实我们佛教的智慧应该干得上 但是因为时代变得太快了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准备确实有一点困难 原来的很多修行人只要在寺院里面一日三餐 或者每天早晚课这样完成就可以 但是仅仅依靠这个恐怕不能真正弘法离生 所以在有些时候我们也好好地思考一下 本来今天在这里想讲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时间基本上到了所以我不多说了 我们就一起回想吧 我们就一起回想吧 下面呢 我念《大乘经庄案论》今天的课传承 这个《寺三文》当中每一个都特别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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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第九个六波罗蜜多讲功德 那么前面讲六波罗蜜多的伪品已经讲了 今天开始讲六波罗蜜多的功德 功德宣说四种功德又宣说七语的功德首先讲布施也具有四种功德 下面每一个波罗蜜也是跟昨天一样不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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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每一个都有具足四个功德四个功德这样圆满的 那么从诗词当中是这样呢 父子欲其 名也色 被不土宝所欲过 世间种知三菩提 世知世间存无尽 也就是说六波罗蜜多的功德 实际上是每一个六波罗蜜多都有光大 还有无然和大义 无尽这四个功德 每一个波罗蜜多都有四个功德 所以我们可能会想昨天不谈不谈的时候 从违品层面讲我们具不具足远离 其中违品的布施 持劫 安忍也有一定的困难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我做布施 我持劫都可以的 但是这次学了《大乘经专论》之后 布施也不那么容易 持劫也不容易 安忍也不容易 同样的 其余的六波罗蜜多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确也不是很容易的 大家可能会清楚的 下面讲的作为佛的佛子 法拉菩提心的菩萨他遇到乞讨者的时候 他愿意向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也可以舍弃的 那么更何况说除了身体以外的其他的身外之物 包括你的房屋也好或者你的财产也好 银行卡也好 或者你除了自己身体以外的这些 一般来讲菩萨根本不会有吝啬的 而且他自己舍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我 今天愿意布施 但明天不行 或者我的布施只有一年当中我可以 过了一年以后就不会布施的 他也不会有世间上面的限制 他布施的对境我跟关系好的面前可以 但关系不好的都不愿意也不是这样的 布施的食物连身体都可以布施的话 那所有的食物不会这样的 这一点是舍不得的这一点是可以给的 或者说比较差的 藏的 我们这边不相拥 给你吧 这种布施的方法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叫广大 布施第一个功德就是广大 第二个因为有悲心引起的原因 他唯一的布施是意味地利他的 利他以外没有什么 即生当中我因为布施他 不会给我偷一个汇报 不像世间人我今天请他吃个饭 吃饭吃到加了一个菜的时候 你好好吃我有个事情要求一下你 看看能不能帮我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吃饭 吃饭的背后有求一些报应 他不是这样的 菩萨布施他完全是只要你吃得很饱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不用怕没有要求的 对来世也没有什么异俗国方面的一些 包括我今年布施的话 将来能不能我变成富裕我变成漂亮我变成身体健康等等 这个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做一些善事 布施 这个时候让我健康让我快乐一般的凡夫人可以 如果我们这样做也是并不是违背的 你们也不能想那菩萨的境界很高 我就不布施了以后再也不布施了 其实布施和布布施相比较起来当然布施好 但布施越来越清净是最有 他真正的菩萨功德圆满是这样的 第二个也就是说他没有自私的任务 今世和来世的汇报都不求的 第三个因为布施实际上 并不是让他暂时离开一些贫穷 得到一点快乐不是这样的 完全是让他通过布施 逐渐逐渐获得了身闻缘觉的菩提断除人窝 然后最究竟得到佛菩萨的果问 安置于三菩提这就是大的意义 解决大的问题 其他的我们今天给他一顿饭 暂时给他可以的但是究竟还不能解决的 第四个布施用智慧来摄持 实际上是不像凡夫人那样 一个月收果报成熟以后就没有了 不像这样的也不是像声闻缘觉一样 获得了涅槃的追求一个获得的涅槃 不是这样的因为三能提供色素 既不住于世间的变也不住于出世间的涅槃的变 所以他的善根永远都可以说已经存在于世间当中 没有灭尽如果他灭尽的话就很夸的都没有了 所以以前佛经当中也有一个龙王 他把他的水底降于很多国家 后来想他的这种水底永远不干涡的话 有什么办法后来他想跟大海融入一体的话 那大海没有用尽之前他的水底也不会干涡的 同样的道理 菩萨布施的善根应该是以三能提供 和佛菩萨的智慧回向来摄持 如果这样摄持乃至任何时候他不会穷尽的 因此我们要讲到了布施 波罗蜜多圆满的时候 在具足这四种功德这四种功德当中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 菩萨真正能舍弃一切自己内外的财物 就是《菩萨因缘经》 有一部经叫做《菩萨因缘经》 这个因缘经里面说是 一切诸菩萨为利益众生的缘故 舍弃极生命犹如草焚毁吧 他能舍弃自己的身体 而且舍弃这些好像把一些草物分辨给别人一样 根本不会有大的执著 菩萨真正的一些大布施 的话连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能舍弃 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 而且这种舍弃不会有贪知的 完全是心甘情愿的 以前禅宗应该二十四座 大摩祖是在印度的二十八座 中国的粗座 在这个之前二十四座有一个叫做狮子尊者 狮子尊者在一个国家弘法的时候 有其他对佛教不满的这些人 想故意做一些事情来对佛教破坏 他们搭着出家人的形象 潜入皇宫 隐乱一些宫女 这样以后影响非常非常地不好 后来这个国王实际上是一个三宝弟子 他是一个信佛教的国王 这个国王发现了之后 他看到自己的皇宫里面 出现出家人这样的不良行为的时候 他就特别特别的生气 很生气 他就觉得我以前诚心诚意的皈依佛教 但是现在这些出家人在我的国家 甚至我在皇宫里面有如此如此过分的行为 那我从此之后一定要毁灭佛教 后来他就开始摧毁三宝所遗 干各种各样不合理的事情 他就召狮子尊者 参众二十四座 他说 你们这个佛教很不好的 你到底证悟了没有乌云的空性 他说 我已经证悟了然后又问了 你到底离开了没有生死轮回的种子吧 然后法师说我已经离开了 已经证悟了 那证悟的话你对身体都不会有执著的 身体都不会执著的话 更何况说你的头有执著啊 然后我要看你的头这个时候 狮子尊者心甘情愿最后就示现怨戟 把他的头看完了以后没有流血 留下一些白色的褥子 后来好像看法师头的国王他的手臂也断了 过了七天之后自己也离开人世了 这个故事当中有两个事情有说明的 一个事情 菩萨真正得到人无境界的时候 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布施的话 一点执著和痛苦都没有的 很多历代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也有这样的 还有一个我们引起重视的话在这样的国度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印度 印度有些对佛教不满的人 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进行破坏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行闻当中也好 不管在任何场合当中 有些以佛教徒的形象来做一些不如法的时候 我们其他的人也应该两方面去思考 也许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也许这件事情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人来操作起来 操作的话其实以前都是这样的 现在更不用说了 现在尤其是对佛教的一些染污 有很多对佛教不满的对佛教有嫉妒心的 佛教内部的话有些人也是互相嫉妒 排斥 这样的人依靠网络等各种手段完全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其他的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看到的 或者说我们听到的有些是真实的 有些是不一定真实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要学会观察这是很重要 那我们下面紧接着讲持戒波罗蜜多的四种功德 佛者恒守近情戒 不求善取得不倘 谈将终臣三菩提戒十世间存无尽 这个是戒波罗蜜多的三大三重功德 也就是说作为持戒的菩萨 他在乃至菩提国之前他会圆满劫波罗蜜多 劫波罗蜜多的时候一般菩萨的劫有三种劫 也就是说他颂词里面净劫实际上他受持严禁恶心劫 颂词里面的亲子已经说明了色素善法劫和饶益有情劫 饶益有情劫这三个劫律是菩萨的劫律 而且菩萨的劫律实际上是超过了 神闻缘觉和世间的劫律像神闻缘觉只有一个严禁恶心劫 我身口意不好不造业他就经常这样的 除此之外通过六波罗蜜多来摄持一切善法的劫律也没有 更何况说是用自己的六度来真正饶益一切的众生 饶益有情劫更谈不上了 这样菩萨的劫确实是很广大的 表面上看了他也是 比如说小乘的有些劫他也是受劫 这个比丘劫 比丘利劫好了不起啊 尤其是学劫律的这些法师他们因为自己 我们看到有些人藏地也有这样的 特别清净劫律学律的这些人好像别人都不放在眼里 然后汉地也是这样的 一般旅宗道场当中我也去过去的时候 法师也有时候稍微有点傲慢 因为他觉得我行为很清净走的时候 飘下来了尤其是我去过一些旅宗道场 专门是学律的但是这个法师 大家都每一个人都特别对他恭敬 那个法师也是像观音菩萨从天上下来一样 有点不敢说傲慢吧但是好像自己觉得 我是戒律很清净的一定要有很多方面不同的 但是菩萨界相比较起来 菩萨界还有一个饶益有境界 这个是一般很多学律的戒律当中没有的 所以从广大方面菩萨的戒律是有广大的 第二个不然他不会求仁天的福报 即使得到仁天的这些善趣他也不会贪着一些快乐 很多人我获得天人的果报获得人间的果报 人间果报以后我要过得幸福的 现在很多人特别贪乐知道吧 就是某个有钱的人如何如何玩 一直想有一种幸福的存在 但真正菩萨依靠他的清净戒律 也许是获得了人天福报的境界 可是他不会贪的 比如说他住在一个特别豪华的宫殿 现在美国俄罗斯很多那些官员住的庄园 什么什么别墅区 什么什么一些私人特别大的花园一样 他可能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但一般的一个修行人根本不会看中 这个有什么可贪的呢 只不过是自己产生傲慢而已 所以他不会贪着的 这个是受戒的人 他不会贪着他的享乐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因为吃戒 他也是向一切众生也好 自他的众生都讲 安置于声闻缘觉菩萨的三大菩提 所以是大意义 吃戒仅仅是我获得人身福报 我吃戒的话我行为很清净 或者是我身体很健康 现在很多人过物布施 我为了减费 为了身体苗条 或者为了相貌断言 很多吃戒也是获得了精神的一个 但这个是意义不大的 不管你再怎么样减费的话 死的时候最彻底的减费 那个时候不用自己减费 然后专门有人来给你减费 而且最后减到空性 所以暂时的这些意义不是意义很大的 最大的意义就是通过手机安置三菩提 第四个 戒律因为有无分别来摄持的原因 他依着功德就像是水地融入大海一样 在这个世间当中就像是宝藏一样 永远不会穷尽 不会穷尽的因此我们讲到什么呢 讲到首先吃戒的目的不是获得人天福报 智者为善趣也等同恶趣 十百论当中讲的吧 必等于善有 难得不顺畏 意思就是说一般智者对善趣很畏惧的 就像跟恶趣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此对善有轮回他们不会有什么兴趣 应该是他觉得天人的也好 人间的也好 凡是善有都是特别恐怖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受持戒律应该是非常非常清净 并且受持戒律的人他也是 但是不是为了获得这样暂时的人天福报而受持 受持的过程当中的确也是戒律的功德特别大 我们以前其他经论当中也做过介绍吧 这种功德哪怕是受持一天戒律的功德也是很大 正因为功德很大的话 我们历史上很多的大师为了护持自己的戒律 宁可抛弃自己的生命也是不会破戒的 也有这样的不仅是人类当中有 甚至在其他的众生当中也有 记得《大智度论》当中有一个龙王 这个龙王后来好像在一个大师那里 守一天戒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他就变成好像蛇的形象在一个森林当中 有一个猎人看到他的身体看到他的身体的时候 那个猎人心里想我如果把他打死的话 他那个蛇皮供养给国王的话国王应该很欢喜的 会给我大降临所以他后来把这个蛇 他应该实际上是龙但看起来是这个蛇 蛇的整个蛇皮全部剥下来了 剥下来的时候他特别痛苦 但是他为了不破戒没有害猎人 本来这个龙王非常厉害的只要是一些微弱的众生 他很远的地方只要眼睛一看把他都死了 比较强大的这些他就通过其他方式来把他弄死的 但是他当天为了受戒的话 他的整个蛇皮全部都剥完了都是没有对他反抗 过了以后他的蛇皮全部剥完了以后全部变成肉 但他还没有死他在辗转的过程当中 有来了好多的小虫开始进行吃他的身体 吃他的身体的时候按照他的能力 这些虫全部都可以吃掉的 但因为他受了一天戒律的原因他就没有害它们 不但是没有害它们而且他发愿 今天我用身体的肉来补食它们 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用佛法来补食它们 那么后来这些小虫其实它是佛的转世 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后来这些小虫成为八万天子吧 佛在初转法轮的时候这个猎人是提波达多 他们所以提波达多士还是在历史上 这是好像记得大智度论里面 我们在佛传当中也有比较类似的 所以说我们在受劫 哪怕是我们受一天的劫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人受宝观摘劫也好或者是受什么的话 那真正想起来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连自己的生命抛弃也不破戒 以这么崇高的精神来护持 所以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 现在很多吃戒的大德也是大友人渣 非常地了不起大多数可能吃小乘戒的 包括比较细微的戒律也很重视的 所以戒律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一切功德的根本它具足功德 广大 污染 还有我们在这里面所讲的大意义和无尽的功德 这是讲戒波罗蜜多的四个功德 接下来讲安忍 安忍的话 否则人即难行害 非求善入未见利 人将种之三菩提 知识世间存无尽 安忍波罗蜜多也是一样的 为了利益和成熟这些众生 还有获得佛的一切圆满法的原因 那么在修行过程当中受到了轮回当中 各种众生的一些危害 反抗的话 他也是能忍得了 还有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没有住的地方 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苦行的话 他也是可以忍到 而且作为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和为了实现佛的法 那么比如说多生累劫当中众生害他 他也是可以的 非常非常长到非常多的时间当中 他也是可以的 我记得在《大宝积经》里面讲的吧 《大宝积经》里面当时佛陀 佛陀跟阿难尊者也是说过 他说 我以前发愿或者因地修安忍的时候 有些人害我还是怎么样害的呢 一个是不断地骂骂说他的过失 还有我去化愿的时候用尘土来开始认 还有用女人来诽谤还有用一些毒药喂我 然后以各种方式来害我也有这样的 但是佛陀当时没有对他们生嗔恨心 或者没有反抗的 还有佛陀也是说过 他说他以前在因地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 他用五百多个不同的语言来开始骂骂他 我们想一想五百多种语言真的是太多了 现在有些人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这个人说我的过失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说我这么多的过失 有些人往上对别人稍微揭露 或者对他进行攻击实在受不了的 其实按照佛陀真正的一些教言来看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每一个人不知道现在可能有些明星 或者有些也有很多骂身吧 但这个反而修持一种安忍的机会 当时佛陀也是说了虽然这个婆罗门 他用五百种语言来经常骂骂我 但是我不但对他没有报仇反而用慈悲心来说法 后来婆罗门他自己也在皈依也有这样的 就是自己后来也已经皈依了 先用五百种不同的语言来骂他们 然后我们有些法师以前对他不好的时候 后来对他特别好他一直不原谅 一直是你出去出去出去不要来 你知道以前对我是什么样的 其实从世间角度讲也确实是这样的 以前你对我不好的话你现在怎么突然相通了 就不太好但是从佛法角度来讲 以前虽然他有各种烦恼现前的时候对你不好 现在他已经相开了在你面前忏悔也好 在你面前重新对你好的话我们也尽量地去接受吧 其实人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这个人好像比较成功的时候很多人都去赞叹 鲜花 稍微有点这个人比较失败 不成功 或者下落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去 对 我真的看到国际上的一些 当然这个并不是佛教的真知层面 但是我越看到世间的无常 这些人特别的现实你们想一想 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有些总统 有些大领导 当他在位的时候有多少人对他恭敬啊 只要摸到他的手的话哭半天高兴得不行了 一直说 我摸过某个人的手啊 哎哟 我不愿意吸手 我宁可受脏脏的 但是我不愿意吸 有他的味道在上面 可是一旦下台的时候大家都恨得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人有时候的确是 别人的赞叹声也没有什么可靠的 别人的诽谤也好 别人对你的攻击 应该自己行持自己的道德 社会上的人随着环境和随着外在的因缘 他的态度会变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包括我们有个 比如说你生意做得比较好的时候 你有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开始吹捧你 亲近你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旦你各方面沦落到乞丐的时候 可能谁都看不惯用非常蔑视的眼光来对待 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必要去在意 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必要特别地去在意 所以这是刚才讲的安忍 菩萨的安忍是很广大的 对世间一直是认知的 并不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认不了了 我明天才开始给你修忍辱不是这样的 就是时间也好 所修的对境也好 这些都是这样的 修安忍的无有然无的话 因为菩萨他不求善的果报 没有善的果报 所以对方如果有一些 这个 菩萨 菩萨山入为佳丽 对 菩萨一般害怕别人对你的威胁 报复 这样的害怕也没有这样的修安忍 然后也并不是得到对方的利益而修安忍 这些都是染污的所以没有这样的 好像安慰人士的讲义里面另一个的 我忘了好像永远有一种解释 跟梦彭仁波齐的解释稍微有点不同 很多人都悄悄地走了 所以不能修安忍 我现在学非佛教徒听课的人越来越多 也是挺好的给他们种下一个善根 我还是一边修安忍一边 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是无然第三个也是一样的 通过安忍让众生安置三菩提这是广大的意义 第四个说 安忍用无分别的智慧来摄持 那么这样以后功德永远都是不会穷尽的 所以我们修安忍应该是一长期来修行 当然修行的方法安忍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现在全世界也好包括个人的生活当中 应该是用爱心来对待 这样社会变得和平个人的身心也得到和喜 菩萨应该是《本愿经》当中讲的吧 《菩萨本愿经》当中也是说了 非以愿心 能惜愿增不是以愿心来熄灭 不是以怨恨心来让我们怨恨的敌人全部消灭 不是这样的 唯一忍辱然后难迷唯一通过修安忍的方式来 才能灭除什么呢灭除我们相续当中的痛苦 应该是通过修安忍来把憎恨可以消灭掉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要记住吧 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是一压还压的方式 但是这样也没有必要这个可能越来越丑可能很麻烦的 现在最近美国向徐利亚扔一些导弹 川普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这个能不能成功也不好说 以后真的如果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话很麻烦的 现在全世界的人也是处于一种恐怖当中 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世间角度来讲以怨恨心来灭除一些怨 但是这个并不是很成功的应该用爱来灭一些憎恨 这是我们大乘佛子的基本要求 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这样是最好的 下面讲到佛子开心轻无欲 垂自他获得妙觉 请讲种子三菩提知识世间存无精 讲精精波罗蜜多 精精的话由开甲精精 我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披上利益众生开甲的精精 还有在实际精灵当中真正要去利益众生加行的精精 这个加行真正去操作 不是光是口头上说应该这样这样 然后落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就退到别的身上 不是这样的真正地去利益众生去做 这样的那么这个精精的话 这种精精实际上是超过了世间人 世间人他就不会有那样的精精 也超过了真无忍无恶和法无恶的菩萨的精精 就是他超过了身无缘觉的精精 因此我们从世间层面讲的话 菩萨的精精永远是精精的 不是我今天开心的时候一直很精精的 原来我记得我们学院里面有个别特别精精的法师 现在都是好像没什么消息了 每次讲考 背考年底考试的时候 我很关注几年前是某个法师很精精的 现在怎么样我打听了一下这个法师现在怎么样 现在还行吧现在还在班里面意思是还没有死 还活着 但是可能精精没有像以前那么精精 以前刚来的时候也不导弹 连吃饭的时候都说不行要耽误时间 就很多的这样的 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菩萨的精精的话年轻的时候也是精精的 中年的时候也精精的 比较老年的时候也会精精的 这样才是世间上面还是有一定的 然后精精对所有的包括我们所讲到的 这个利益众生的世间法方面也很精精的 很精精的 这个精精的 广大精精 声闻的精精和远觉的精精是 世间的精精是很不广大的这是利益自己的 啊 像声闻远觉的话我获得一个寂灭的果位 啊 我阿弥陀佛我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可能还是声闻远觉的精精 因为我自己一个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对我应该很好的 这样的话自己觉得很快乐 这样的目的是声闻远觉的精精 但菩萨的精精远远超过它所以叫做广大 第二个 菩萨的精精能摧毁自他相续当中的 很多很多的烦恼 因为通过精精你引发禅定和智慧 然后摧毁自相续当中的烦恼症和所知症 同时能获得非常绝妙的果位 这是所以无有人物菩萨的精精 让众生安置于三菩提指使大义 还有菩萨以三论提供的智慧来进行摄持 进行摄持之后它可以供的永远都是无有穷尽的 乃至菩提果之间不会耗尽的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菩萨的精精 就是菩萨的精精有个叫做弥赛萨五分戒 有一个弥赛萨五分戒好像是当年发现 从斯里兰卡带回来中国 后来好像有一个叫佛陀寺他们翻译的 这里面讲了很多的一些 相当于现在八里文南春佛教里面的一些修行方法 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日日夜夜夜都要求智慧 世人佛法中能得清净命吧 意思就是说我们日日夜夜好好地求佛的智慧 或者说求最高的智慧在佛法当中一定会获得最高的果位 意思就是我们修行人看毕竟是你选择了学佛 选择学佛的话不要整天都是懒惰 搞世间法 我们有些看一些修行人真的很精进的 包括居士自己的念诵也好 课诵也好 还有工作也是比较努力的其实工作还是要努力 不然我们佛教徒每个都是特别好吃难做 让别人来喂我 别人来服务我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但修行还是要重视 有些人好像世间法方面还可以 他平时对工作 对家庭 对个业 看一些世间法也很积极的 看一些连续电影也很积极的 只要出现一个新的电影就跑到电影网里面去看 现在佛教徒里面有一群特别喜欢看这些 但这些我觉得偶尔有些在家居士 我们也不是要求不要看 但是长期这样可能不是很好 希望在出世间的修行方面多精进一下 下面 佛子总定成精力妙缠乐咒被生下 定将种者三菩提知世间存无尽 这个也跟前面一样的 否则它具有比如说 寿轮烟 虚空葬还有十字分寻等 许许多多出世间的灯池禅 还有世间当中的四净律 八戒脱等等 这些世间的很多净律 包括四五色戒等等这些净律 菩萨的禅顶 世间和出世间的很多禅顶 我们一般世间的禅顶就是心安住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的出世间的什么禅顶都没有的 所以叫广大 然后它的污染呢 因为菩萨可以住在无色戒的禅顶 但色戒和无色戒身心都特别特别快乐 但菩萨不会贪执这样的色戒或者无色戒当中 他一定会是依靠他禅顶的功夫以外 他来到人间 欲界的这些众生当中去度化众生 他不会一直禅顶 所以在一些佛经里面也讲了 菩萨的禅顶是什么呢 就是悲心来利益众生 所以有些人我一直想逼宽 不想出去 其实出去利益众生 弘法利益众生 叫《无尽智慧经》里面讲的 所谓菩萨的禅顶是什么呢 指的是用慈悲心来愿众生 这个就是菩萨的禅顶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面我们要用利益众生的心 一直专注众生 这样的话这个也是菩萨的禅顶 最后让众生安置于三菩提 他的智慧摄受一切时间 最后功德无穷尽 这个是禅顶的四种功德 智慧也是一样的 否则知道今所有和如所有之的一切万法 生业和私所舍的一切万法都完全通达 所以这样的智慧一般在其他的世间法当中是没有的 有些只通达生业的 有些只通达私所的 大多数是通达私所的的 所以他的智慧是广大的 第二个 无然的话 凡是对轮回都不会贪执的话 更何况涅槃都不贪执的话 生闻缘觉的涅槃都不会去贪执的话 那轮回的这些世间根本不会贪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通达了世俗如梦如幻的境界 也通达了身影如虚空般等形的境界 这因为他通达了菩萨的二无我的原因 那么跟生闻缘觉的涅槃都不贪执的话 轮回当中还有什么可贪执的所以没有人物 最后他依靠这种智慧能众生安置三菩提 这是大义的功德 那么菩萨因为既不住轮回的边也不住涅槃的边的原因 他的悲心以三轮提供来摄持的智慧 一直存留于世间当中 珠边于世间当中 这是我们讲的智慧波罗蜜多他的功德无尽 无尽功德最后终结的话 以上所有的六波罗蜜多通过光大 无然 大义 无尽 应该知道布施 持戒等所有的这些六波罗蜜多 每一个波罗蜜多都有上面所讲到的这四种功德 所以这个才算是真正的波罗蜜多功德 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做布施 布施远离了七种违品没有 具足了四种功德没有其实每一个都可以观察 观察的时候我们表面上可能认为 我在做功德我在做什么布施 我们持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到底我的持戒远离了七种违品没有 具足了四种功德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部分地具足 比如说有些持清净戒律的人 我可能有色素三法戒的或者说我有精致恶性戒的 我们如果出禅定波罗蜜多的时候 我可能远离了部分的违品 但是不一定七种违品都远离了 我们具足了部分的功德不一定四种功德都具足 所以菩萨的确是具足了所有的功德远离了所有的过患 因此我们对佛菩萨有恭敬心和觉得他们在我们人当中 为什么说是两者之尊或者菩萨非常用无上 微妙 用这些词来赞叹其实并不是无中生有的 因此我们自己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有时候觉得很有缘这次遇到佛法特别欢喜 有时候觉得这样大乘佛教非常高盛的道理 我们好像还离得很远有点感觉到惭愧 但不管怎么样我不懂的话可能我一直认为 我自己特别一种非常狭小的智慧来认为是沾上一种傲慢 我懂得这些其实我没有什么可傲慢的 我的布施的境界也不高 戒律的境界也不高 安忍的境界也不高这样的时候 我在众生面前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了不起的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也对待别人 好吧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愿意与点赞好 愿意与点赞好 不想伤痛 愿意义与点赞好 愿意免为瓤胃 愿意又巴适的湖 愿意与点赞好 愿意爱 愿意爱 大乎 愿意爱 愿意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马法百千万劫难遭遍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大乘经庄养论》 讲《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当中今天是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讲其余的功德前面讲了一部分的功德 这个以清净的功德超越其他的道理 还有布施等堪为最深以赞叹布施为力宣说其他的 不如波罗蜜多别说精净度的功德 这里面讲得精净很好 昨天《大乘灭花莲花经》里面也讲到 阿难尊者与释迦牟尼佛同一个世间当中发菩提心的 但后来释迦牟尼佛太精净了 显成佛了 阿难虽然观文薄絮但一直到后面 佛陀圆寂的时候还没有得阿罗汉的果文 所以在座的各位长期的精净精净有两种精净 一种是恒长精净 还有一种叫做恭敬敬敬敬 恭敬敬敬地对自己所求的任何一个知识 有非常欢喜 恭敬心 让你在恭敬心态下直接不断地努力 恒长精净多年以来没有那种松懈 我们有些佛教徒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精进 然后慢慢慢慢 比如说 刚开始你可能念诵什么都做得很好 过了五年 过了十年 过了二十年的时候 有些人还不断精进的人比较少 当然也有个别的刚开始特别不精进 又特别调皮 散乱这样的 但后来可能通过上师的加持也有一些觉悟 然后不断地精进 也有这样的 包括我们有些法师当中也有这样的 刚来的时候特别野蛮 到了后来慢慢慢慢慢慢跳入 最后也成为很了不起的大德也有这样的 所以人有时候也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想精进可能后面讲 我是比较喜欢讲精进的 自己虽然不精进很懒惰很懒惰 但是精进的精神很有渴望自信吧 下面我们我看今天试一试 每两个颂词传一下看这样更好一点 中间你们可以念藏文的时候稍微放松一下 稍微有点听不懂的东西在里面的话 你们可能不大可睡 一个东西在里面的话 次是一试上来今天或者是 masters美副 stro мы 去脚下的这个 Sean 这样的 下面我们讲精进的其他功德 也就是说 其间圆满惜不惜寂寞求 使者聚悲悯 超胜恨胜负 六波罗蜜多在这里面每一个讲六波罗蜜多的很多功德 当然这里可能把戒律讲得比较多一点 其他的每一个波罗蜜多有一个颂词来解释 首先是讲六波罗蜜多当中的布施波罗蜜多 布施波罗蜜多它有很多超胜的功德 一般世间人的布施完全不同的有一些超胜的功德 什么样的超胜的功德呢 这个乞讨者见到布施者的时候非常欢喜 他即见圆满惜因为他想从中获得一种财物吧 他一看到施主也很欢喜的 然后如果他没有见到布施者的话不欢喜 这个乞讨者的特点是这样的 他没有见到布施者或者说虽然见到布施者 但是他没有圆满地给他给予一些财富 也没有什么不欢喜的有一个欢喜和不欢喜 还有一个目求目求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乞讨者见到布施者并且财物给给他 而且最终真正满了他的愿 实际上最后因为他见到和布施两个方面 他不给的话不欢喜 然后我们学院有一个乞丐他又来了 你们一切的成佛一个都不剩下 阿爹 阿爹 阿爹是哥哥的意思 看到一些女的时候阿爹 阿爹 你们全部的成佛一个都不剩下 他去年好生一段时间没有了我都很想念他 但是现在又来了 他见到布施者的话布施者很欢喜 没有给的话不欢喜 而且能满足他的愿给多少呢 他很欢喜这是乞讨者 乞讨者他有这样的特点 然后布施者的菩萨他因为特别悲悲众生的缘故 他见到其他者我们一般很多人看到乞丐的时候特别讨厌 走走走走走 拿个一块钱或者走走走走走 我们这个菩萨他很欢喜 而且圆满布施也很欢喜 如果他没有见到乞讨者或者不能给予他 他不欢喜心里不能满足他也不欢喜 如果真正能布施给他的话他很欢喜 他也是一样的有欢喜和不欢喜和还有目求 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我们其他人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讲作为菩萨 布施者的欢喜心超越了乞讨者的欢喜心 本来乞讨者得到钱看到了施主 他获得了 埋怨了这个他很欢喜 但是这种心态远远布施者他就更加欢喜 我们《入中论》当中也是有吧 佛子听到乞讨者的声音的时候 所得来的快乐远远超过如灭尽顶的快乐 作为菩萨他特别欢喜 做布施 所以说好像《大丈夫论》有一个比喻 比如说一个盗者他在某个地方偷盗一些东西 在市场上买了买完了以后他赚了很多钱 心里非常非常的欢喜 但菩萨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他如果能满足众生 能做布施 他的布施已经超越了 刚才盗者所得到的钱财的欢喜心 已经超越了他的欢喜心 所以说是不是菩萨自己也知道 我们有时候说起来我是布施波罗蜜多 但是我们的布施波罗蜜多真的跟一地菩萨以上 或者出发菩提心的非常虔诚的 菩提萨多的心态相比较起来的话 差别非常大 《涅槃经》里面也是讲过为什么菩萨这么爱布施 而且不产生痛苦呢原因都是他讲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一个母亲她有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再不听话的话 她愿意把自己的财物都给给自己的孩子 她再不小熟也不会对她产生嗔恨心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母亲对她有爱 同样的道理我们菩萨如果对众生真正有爱 那么他根本不会产生痛苦 嗔恨心 或者轻蔑他的态度不会的 因为看到这些众生的时候 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流浪或者说他无依无事 我们肯定很疼爱他的 他即使有些行为比较过分的话 我们也不会对他产生嗔恨心一样的 所以菩萨布施的这种爱也好 欢喜心非常的超胜 《大宝经》里面也讲了 菩萨心布施以慈悲心覆盖众生 一切诸世间无有如是乐 菩萨的这样布施实际上是什么样呢 因为慈悲心已经覆盖他的所有心的原因 这种欢喜心 这种快乐在世间当中很难得到 就是在整个世间当中没有快乐的欢喜心 我们有些人经常也说 我这个钱给给一些病人给给一些可怜的时候 才完全知道那个钱还是很有用的 自己觉得能满足众生的时候 即使众生不一定有保恩的心 但是我这一段时间给给众生 众生真正已经获得快乐的话 众生所得到的钱财的快乐心 跟我不是给他的快乐心这两个比较起来 那可能很多人都是获得了这种快乐心 我远远超越他 有些人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愿意帮助众生 哪怕是自己生活上再贫寒 比较窘破的话 但很愿意将把自己的有些财富也好 或者自己的势力也好或者一些法布施 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三大布施 法布施 财布施 文威布施 我们有必要的时候众生受到畏惧的时候 我们帮助他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布施波罗蜜多的功德 这里面讲的有些道理我们还是非常值得有意思的 下面讲的持戒波罗蜜多 慈悲于众生 性命受用其 恒时即欢喜何不互断毙 下面是我们讲持戒波罗蜜多的功德 持戒波罗蜜多实际上是我们下面平时讲的 身体的三种杀 刀 因 语言的四种不善业 也就是说 说妄语 妻语 利见语 厨语四种 心里有害心和贪心 还有邪见 总共有十不善业 十不善业的话我们这里 首先这个颂词讲了身体的三种不善业 三种不善业 菩萨受戒的话 至少起码要受身口义的十种不善业 十种不善业后就断除十种不善业 这样的话他这里说作为菩萨 因为对所有的众生有特别大的慈悲的慈性 所以慈悲与众生 他慈悲是什么样的慈悲呢 就是念自己的生命 就是最珍贵 最可贵 最可爱的这种 生命都是他愿意摄取 那怎么会是杀生呢 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爱众生的缘故 念自己最珍贵的生命的原因 那就是菩萨杀生会不会不会的 我们一般居士也是吃树以后 他基本上不会吃螃蟹 不会吃杀生 有些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听到有些吃树的居士每次都是看到 尤其是海边长大的那些看到螃蟹的时候 他很想吃吧 不好意思 所以一般他有了菩提心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杀生 这个因为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愿意摄给众生 那杀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受用 作为菩萨他把自己所有的受用 不管是房子也好 自己的床也好 树也好 什么都放弃 愿意不摄给众生 那怎么会是偷盗呢 偷盗都是为了别人的财物想自己得到拥有吧 这是这样的话 菩萨是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财物都愿意 现在慈善教讲的是螺卷等等所谓的螺卷 意思是可能他还是存了很多钱说是螺卷 外面的名称上是说是螺卷但实际上还没有裸体 这样的布施他怎么会偷东西啊 不可能的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菩萨用自己的 比如说妻子也好 丈夫也好 最可爱的家里的这些人也愿意布施给众生 就像《一辰王子》的故事一样 这样怎么会还要用别人的家书或者邪音 这些怎么会是呢就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说菩萨是愿意布施这些 恒施 极喜欢恒施都是非常 将自己的生命所用妻子等等恒施 愿意布施的话 而且非常非常的欢喜 那怎么不断除啊 怎么不断除杀生 偷盗 邪音这样的戒律 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身体的 其实我们平时经常都是讲杀大阴亡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是善业 是不善业的话 每个人都算得清清楚楚 但是跟这样的智慧和道理想结合而解释的话 我们可能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所以我很感兴趣《大乘经庄案论》 每次不管是讲也好 翻译也好 这个过程当中我想 今天肯定也有很多新的东西 自己感觉上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菩萨真正是对众生 把身体 食物 财富这些原因的话 那怎么会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包括现在的很多贪官 可能有些是身体不清净 有些是偷盗的原因 有些是杀人 这些 其实这些人是发了菩提心的话 那你看 如果菩萨愿意把自己的生命 受用 全部布施给众生 这样怎么会造这些恶业啊 绝对不会的 菩萨悲愿离 明须诸群生 勇猛卷子生 不生有苦相 应该是《菩萨本生宝满论》当中这样讲的吧 这是好像玛咪菩萨做的 还有其他的有几个论师也做的 但后来颂朝的时候翻译成汉文的 他这里面讲的是菩萨因为大悲和愿力的原因 他特别特别地慈爱和关怀这些所有的众生 所以他特别愿意将自己的身体都可以捐出去 这样根本不会产生痛苦 现在很多国家和一些地区经常讲捐器官 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个医院 医院里面的有些医生说他们很多的眼角毛 现在是国外从美国和加拿大经常航空空运过来的 像中国佛教徒当中几乎都是没有的 像印度和斯里兰卡还有新加坡那边都比较多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都是外面运过来 然后他们问我看到我们佛教徒里面有没有 我说这个可能要研究一下 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从菩萨不实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他人死的时候确实他眼角毛都是用不上的 如果其他众生伏密的话那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有说法二十四小时或者三四天当中 不损害遗体也有这样的经论 所以这个是可能研究一下 研究如果好的话以后我们佛教徒应该是 活着的时候身体虽然不能卷 但是死了以后我觉得 尤其是自己的明确已经发现晚起哀症那样 给了也是应该可以吧 尤其是自己发心比较大的话 呃 临时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嗔恨心吧 你看现在世间的一些个性 明星 包括有些世间的一些人物 他们也是愿意卷起观 所以这方面可能我们很多人也要 从佛教的理论上面也要去观察 然后在生活当中也要去可能想 如果给的话 既不受什么佛教的一些不合理的说法 也能真正离到众生也是有需要这样的 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八门论》里面讲的勇猛卷之身 所以我们有没有勇猛卷之身的话 现在以后可能要研究 我们有些法师在生活上的一些道理要研究 不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回答 很多我们现在包括有些佛教徒 有些根本不专业 不去想 有些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问题 用佛教的角度来解释的时候都不会解释 其实很多事情应该从角力来进行对比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个问题要想一想 现在你看 上面是这 下面是这啊 那个身体的三种不善也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语言的 语言的话首先 妄语有一个偈颂 其他的利坚语和族语 旗语这三个语言 由一个颂词来讲 首先是神不悉心贫 无畏被普世 语言说颠倒语这是主要讲的妄语 那么妄语是什么呢 菩萨是对练自己的生命 身体这些都是根本不顾惜 他根本不在乎的 这样怎么会对众生欺骗说妄语 因为很多人说妄语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 要么为了保护自己 要么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 都是自私心的驱使下开始说妄语的 所以菩萨是没有不顾自己的一切的话 怎么会有说妄语的 还有菩萨对众生是平等性的 我们说妄语是不平等的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朋好友 为了反对和排斥自己的怨恨敌人等等这样的原因 但菩萨完全是所有的众生跟自己的一个肚子一样对待的 怎么会对他们所妄语呢 然后无畏 无畏的话菩萨是远离了五种畏惧 五种畏惧我们前面好像在修行比亚日第十五在哪里讲的 比如说生活上面的畏惧 害怕以后生活得不到害怕名声不好 害怕眷属散了或者害怕堕入恶趣和害怕死亡吧 好像是无种畏惧吧 菩萨已经无种畏惧但有些讲义里面讲的是 不会受到国王的惩罚等等畏惧这样也可以吧 我们财富比如说无敌相拥这样也有 所以菩萨一般来讲他没有什么 已经诸法平等的境界现前的时候没有什么畏惧 没有什么畏惧的话他也不会说妄语的 因为我们很多说妄语是自己害怕名声 害怕生活等等这样而说的 还有一个以慈悲心来布施 菩萨是以慈悲心的前提下布施所有的众生 布施所有的众生包括内在的家人 眷属这些 外在的一些财物他都愿意布施 在这样的时候怎么会给别人说对别人有害的一些妄语 根本不会说妄语很多人说妄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说妄语的主要原因实际上都是自私心 为了自己得到一些利益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因为《大乘庄严经论》当中 在语言的四种过失当中妄语是比较严重 所以一般四根本界当中 其他说妄语和恶语这些并没有安在根本界当中 说妄语的话西方人也经常说是人格问题 现在世间很多人也是说你如果骗了我的话那我不客气 什么都我可以容忍但是千万不能给我说一些妄语 如果说妄语那你是破了根本界的人 世间人也是经常这样的确实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好一个人从语言上欺骗 这样实际上对将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也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如人说妄语必受自轻蔑 《诸法戒亚经》里面讲的智者先舍去 诸天也远离 佛经里面说如果有些人说妄语的话 从此之后已经受到了别人的轻蔑 自己把自己很快的时间当中自然安然受到了很多人的轻蔑 那么智者们对他抛弃的 包括一些天人从那天开始都会远离的 一旦依照悲舍要十年怕精神 确实有一次如果他的一些语言或者去欺骗 以后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会可能比较注意 比较方法 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所以我们十不善业当中这个妄语很严重 当然现在的这个世间当中可能有些人说妄语的话 好像这个人很英雄的吧 内在的 现在包括世间当中比如说在一个电影里面 或者电视里面出现一个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话 这个反面人物很多人都赞叹 哇 这个人是很有接地气的这个人很了不起 好流 很不错 这个人想把自己内在的真正欲望和真正的愤怒能表现出来 那这是多好啊 很多人 原来是正面的人物支持得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看一个连续片或者一个故事的话 哇 这个正面的人物希望他能顺利 希望他能成功 但现在大多数的人对方面的人物点赞的人比较多 我是希望站在这个 所以很多人反而学坏的 有些可能为了想得到一些利益吧 但实际上好的方面不学不好的这些手段 方法都学好了 所以这个时代有时候可能我们说是妄语不好 然后别人觉得说妄语很好他有技巧他很有能力 他把别人骗得一点都不知道哇 这个人真的说话 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一般西方人是不想认为的但现在亚洲人 他们很多人而且自认为我今天欺骗了什么什么 那个人真的已经心意为止了以后也是这样的 很多群体当中的生活方式也有一些不同的 我们有时候可能不能往往一个单纯的圈子里面的 思维模式来推所有的人群 可能古代的思维模式跟现在有一定的差别 现在当中有些中年人的思维模式跟年轻人也有差别 年轻人的思维模式将来可能也被很多更年轻的人推翻 所以轮回虚幻的喜不断地在演确实有时候是不可信赖 那么妄语也不能说一些颠倒语 那么接下来讲其他的三种语言 这是刚才在戒律里面十不善业 那么悲于平等力即为他深苦心情调众生愿离遇善罪 其他的我们在这里面有离间语还有粗语和气语 这三种语言那么这三种语言对菩萨来说有没有呢 一般来讲不会有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菩萨他具有平等的利益众生 他既然有平等的利益众生他不会有利间语 因为利间语他心不平等我对这个人很好 那个人不好 他们两个之间我为了对某个人好 为了对某个人不好 所以这两个之间制造一些矛盾 说一些当面和暗地的利间语 如果有了平等性的利益 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利间语 因为利间语是情愿不平等的一种心态当中发生的 然后第二个说极为他生活 那么菩萨他特别特别地害怕其他的众生产生痛苦 如果你特别担心别人产生痛苦的话 你不会对他说粗语 因为你如果骂他你如果批评他 他肯定不舒服 不高兴 所以我都经常做不到 有时候我还是不是心里很生气的 但是狠狠地骂一顿的话 我也看出来这个人的人格是什么样的 有时候就说一说这个人信心还不错的 这个人是对三宝不容易推信心的 这方面也有个别的 但有时候确实别人做得特别差 好好地说了多少次 那天我有一件事情说了三次 根本不起作用谁都不重视 然后最后很愤怒地说了 但心态都是一样的前后的四次 但是我显现上不同最后一次说得比较严格 所有的人效率比较高马上做的 前面说了怎么样都不当回事也有这样的 所以当然说粗语的话 睡都不高兴 心里也不高兴晚上都睡不好 今天为什么我得这样的批评啊 真的不公平啊 别人感到很多坏事从来没有爱过批评 我感到如何如何都好 好像自己把自己的所有功德在心里全部摆出来 这样都是心里更不平衡 所以很多人只要害怕别人痛苦的话 最好不要说恶语不然别人不幸福 不快乐 所以菩萨怎么会说粗语呢不会说的 因为一说粗语别人都除了极个别的 有些人道友说的话翻面的有些教语 这是很好上师说这是一个语灌顶 这个是最好的一种四灌顶 四灌顶里面它属于语灌顶最好的加持 有些口头上是这样 但心里上是很不平 这样的 说粗语 然后心轻调众生 那么菩萨一心一意地精轻地调伏众生的心 让众生的心没有贪心 没有诚信 没有邪见 从尽量从颠倒的这样的意识当中挽救过来 这是菩萨的一个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对众生说一些欺语 让他增长烦恼的增长贪心的增长嗔恨心的 增长痴心的这些语言给他讲的话 对众生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些是一些欺语呢 《大智度论》里面说是无意之语 没有意义的语言 无意之谈 也就是说讲一些王法 国家的政策如何如何 然后一些盗者偷盗的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山 水 一些环保的事 还有一些药 草 这些 所以这些一般世间的这些语言 有些时候属于一些欺语当中 除了解脱以外的 无关的这些 我们有些可能导游当中也是比较爱好 对世间的知识比较了解 当然我是这样认为的 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这个也是一种奇遇 在课堂上也好 在平时的手法当中 讲一些世间的什么 包括一些大障的也好或者一些感情商的也好 或者说一些比较迷惑的一些 其他宗教的一些观点这些都并不是很好的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面作为一个菩萨 如果要了解众生的心态 要了解当前的一些情况 完全讲一个四地法 完全讲一个十二元气 有时候很难度化众生 当然有善教方面的这些菩萨 他会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些智慧 有了这种智慧他就可以选择 在哪些时候可以讲真谛 对哪些时候可以讲一些世间的语言 有一些世间的语言 刚开始对世间的众生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因为世间人整天都是给他讲一些 阿罗汉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佛的境界 他都可能不是很明白的 讲到我们讲凡夫人的一些事情 他们都比较喜欢听就像我们幼儿园的孩子 跟幼儿园的孩子讲一些大人的 博士生的一些教科或者成年人的一些生活 他们都没有什么兴趣 给他玩一些他喜欢的包括一些动画片 阿罗汉什么的话那他们很欢喜的 我们凡夫人可能给他直接讲一些真理 有一定的困难 当然我们长期来讲也是不理的 应该是在《诸法吉亚经》里面讲的吧 当乐谈真谛不惜世间的语言 就是应该谈一些世间的真谛 包括四谛或者我们讲的因果 空性这些 若以世俗者为轮回所乎 如果我们天天都是依靠一些世俗的 贪嗔痴的包括一些军事 打仗 这样的理论可能这些都很难得到解脱 所以有些老的修行人 他们一般都是不太喜欢听一些世间的语言 我都经常一直过一些老的上师 他们可能偶尔稍微提一下 但长期来讲他都根本不愿意听一些 我们世间当中的衣服是多少多少钱 哪里怎么好玩这些 很多大成就者或者一些修行人 他根本不会关心这些的 他关心什么呢 如何方法来利益众生 如何讲一些中观最甚深的缘起空性的道理 这样的时候他有兴趣 所以我们的群体有时候也是不同的类别吧 人应该无依类觉应该有不同的类别 圣者的话 圣者们有共同的语言 有一些邪知邪见的人 他们有他们共同的一些价值观 这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一下 这是戒律的波罗蜜多 可以哦 还是想起来藏文 没问题是吧 你说我厉害吗 不厉害哦 你们说呢 厉害 你看 宇宗说厉害 是 再说 下面是讲 对 还没有讲完心的三种不善意 这个还没有讲过 菩师具备心 精通缘起法 如何能感受 依止诸烦恼 下面是心的三种贪心 害心和邪见 菩萨他是用自己欢喜心悲悯众生的心 就愿意舍弃所有内外的财物包括自己身体在内 那么这样他怎么会有贪心呢 因为贪心我想别人拥有的这些财物我想得到 贪心就是这样的哇 今天别人穿个好衣服 我有这个衣服多好啊 我想偷偷那个东西 今天别人开得好 好好化的时候 我应该拥有这样的好啊 而别人什么什么凡是别人拥有的东西 我贪着 我想得到 不管是人也好 财物也好贪心是这样的 但菩萨愿意把自己的东西都愿意给他 给世界上是有什么贪的对任何财物 就像《百业经》里面讲的分辨一样 对谁都不会贪的是这样的 菩萨的原因没有贪心 具悲心 因为菩萨对所有的众生没有差别的 所有的众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就特别的爱 有这个爱心 那有爱心的话怎么会是有想打他 害他 杀他的 就是这样的害心 凡夫人因为没有很好的悲心的原因 经常想害别人 只有这样想杀别人 打别人或者抢别人 夺别人 这样这样的就有很多很多不良的心态 作为菩萨因为具有悲心的原因不会有的 然后菩萨因为精通所有内外的怨气法 内内外外的一切万法都是因缘而生的 这样的因缘而产生 只有通达怨气空性的大乘菩萨才能拥有的 其他很难说这样的话 他怎么会有痴心呢 因为我们的痴心不懂取舍 对因缘法门一点都不知道 比如说这个世界是常有自在的天人造的 或者这是地势天造的 这是梵天造的 或者这是世间造的 这是微尘造的 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吧 这些实际上跟缘气道理是不符合的 但菩萨已经通达缘气空性 世俗当中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显现 生意当中了不可得 远离四边巴西的 这样缘气空性的甚深道理完全明白的原因 怎么会有愚痴的心 我们现在很多愚痴的众生要么堕入长边 要么堕入短的边这些就绝对不会有的 所以如何能感受一直作为菩萨 怎么会有我们心当中所产生的贪嗔痴 这些绝对不会有的尤其是邪见 那么在我们所有的烦恼当中有了邪见 当然每一个细微的邪见 萨迦夜见我们都有的 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因果 没有轮回的 这样的邪见就是最可怕的 所以菩萨要度化众生和摄受众生 或者证悟万法的话 愿离邪见是很重要的 《华严经》里面也讲了 离邪见海如释法海 他离了邪见的大海还是很多的意思 我们《普贤语言评》里面也是经常有嘛 离邪见海如释法的海 意思就是远离了邪见的话 我们拥有证悟真相 证悟真理 以三方便 通过三方便来舍众生海 那么有了这种方便的话我们会摄受非常多的众生 这也是需要正见 远离邪见 《华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大家应该可以想一想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正见的人确实是 今生也快乐 来世也快乐 有邪见的人即生也是入于邪道的迷惘里面 那么来世也是漂泊在黑暗的长道当中 也极为痛苦 下面讲 被尊受害时离他与自苦恨得离相惜 以和何所忍 刚才我们前面布施波罗蜜多和 持戒波罗蜜多已经讲完了 下面讲安忍波罗蜜多 安忍波罗蜜多慈悲的菩萨当他感受到别人对他的 诽谤 害他 打他等等各种损害他的时候 他是怎么对待的呢 他觉得应该是对自己 为了利益这些众生把自己的痛苦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比如说我是一个菩萨的话别人今天诽谤我 今天打我 今天杀我 这样的话我不但不会把他看作 我最可怕的怨恨的敌人 我不会这样的 我把他当作我最好的善知识 利益众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在菩萨道当中遇到这样害我的众生非常的难得 所以他更加地欢喜把它当作恨得理想喜 恨是把它当作一种机会和欢喜 好像得了就像《佛字心》里面讲的一样 菩萨遇到受害的时候就像得到如意宝一样很欢喜 我们觉得不会的其实我们很多修行人 真的不管是在网上骂你也好或者当面说你 遇到生活当中一些该人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忍 当时很多的嗔恨心就涌现出来了 其实真正的菩萨当我们遇到生活当中最不容忍的事情的时候 你对别人不会害他的心 甚至觉得别人是我的最好的善知识 你看我的机会就来了 如果没有遇到坏人我就没有机会了 就像阿底下尊在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带一个脾气不好的弟子 所以很多修行人也是觉得身边这个人很坏 性格也不好 脾气也不好 但是跟他因缘断的话断也断不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诸佛菩萨赐给你专门修安忍的所依 有些人在电话里面也不想打电话 不打的话也不行好多好多的烦恼 现在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 我看到很多可能出家人好一点 出家人在这方面因为出家的 当然受持清净戒律的这些出家人生活很自在的 生活不受持清净戒律的人际关系很复杂的出家人 比在家人更痛苦 然后在家人有时候有很多的关系纠缠 因为我们一个人可能要扮演很多的人 对上面的领导 对下面的领导 对下面的眷属 还有对身边的这些人 你扮演很多绝世的时候 有些时候做不好人很想自杀 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但是菩萨凡是对他受不了这些对境的时候 就像是这个雨入于水的时候对他特别特别地相应 火树融入火里面也特别地相应 所以菩萨安忍的时候他很欢喜 而且他遇到这样的对境的时候也很欢喜 不仅仅是我们人当中 佛陀在《六波罗密多经》里面讲的 以前有两个龙在海里面过的生活很烦 觉得到陆地来 陆地来的时候后来他们变成两个小蛇 然后来到陆地来 来的时候有一个毒蛇准备吃它们 然后有一个小蛇如果把自己龙的身体现象 完全都是可以把它吃掉 准备显现龙的形象来吃它 但是另一个刚才龙要求他说不要这样 我们要修安忍可能以前听过佛的法 他说 佛说应该修安忍 然后他们后来就显现自己的身体回到龙宫 但显现自己的身体刚才那个毒蛇吓死了 后来就害怕而死了 然后佛陀说当时修安忍的龙是他的前世 不修安忍的我要准备显龙香的那个好像阿难尊者还是谁 所以阿难为什么不能成就的话呢 其实他有时候修行就很不怪 后来也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们发了菩提心在漫长的轮回当中 甚至当旁生 当动物的话 他的慈性一直不舍弃 我们看到佛的传记里面经常当动物的时候 他也不会舍弃众生 不会伤害众生 我们也应该这样发愿这个很重要 我们以前不懂你没有学过大乘佛教的时候 确实有些人可能害了很多众生 但从现在之后我尽量乃至甚深世世 不要伤害众生这就是我们平时也是应该发愿的 像佛陀那样在一切生活当中尽量饶益有情 那么这个是安忍波罗蜜多 下面 下面是精进度 精进 精进 这个是与他利他相 恒爱他生计 难心固悲尊 情非难极难 作为菩萨他有精进波罗蜜多 精进波罗蜜多也是对众生有关的 与他利他相 也就是说 因为对其他所有的众生他其实是没有他相 我们前面讲修行品还是哪里啊 其实菩萨自己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没有什么你和我不会分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这样的 而且你我不是跟你关心好的人 你和我同等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众生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已经完全修了自己和他人 修的自他平等 证悟了自他平等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他没有他相 没有其他众生的相 因为菩萨自情他众吧 在某种意义上面关心他比自己还爱众生的 比如说 我可能有些法师也是这样的 还是挺好的 我都觉得 比如说我对班里面给个什么东西的话 欢喜得不得了给他个人给个东西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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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像从表情上看确实是对自己给的也有欢喜心 但是可能给他的班里面给他这些得到利益的时候 他更加欢喜这就是菩萨的一个行为 他这里也讲了一个是他没有他相 但还有一个爱他的这种心已经超过自己了 以这样的心态当中 他利益众生的事情做了无量无边的 难行的这些行为做了无量无边的 所以作为悲尊的菩萨情非难对他来讲 仅仅并不是很困难的 由利他心的菩萨来讲 因为他特别特别爱众生 他特别爱众生的话 利益众生他一点都不会辛苦的 他确实内心当中愿意做众生的菩萨 愿意对众生服务这样的话 他因为我们人心的力量还是差别非常大的 如果真正想利益众生 为了众生你再累 再苦 再遇到一些违缘 你根本不会有你的精进就不会退转的 但因为我们很多人利他心不重 在发心的过程当中经常最后 现在我们有了不行了 开不动了 噢 现在又不行了应该是再冲个气 再冲个点 需要很多很多的到了一点 比如说发心三年了 我一直说一年 两年 还有半年要退了 哦 欢喜 欢喜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正利他心不够 说实话自己和他人都可以观察观察 每个人也应该想一想我们利益众生的心态如果够的话 你在生活当中再怎么样做众生的做牛做马 做什么样都没有任何的怨言 在发心过程当中也是不会有很多的抱怨 我们为什么经常有抱怨啊 这个不好啊 那个不好啊这样的 有时候因为为了自私的原因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 包括我们现在在学院当中还算是比较可以吧 大家都是真诚地学大乘佛法还可以的 但是我们在不同地方一些学会的负责人当中 刚开始还是发现出自己有一些目的 一旦自己的利益失去了的时候发心马上会中断 不管是管理商也好 别人愿不愿意也好 很多方面完全都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也是菩萨为什么不会痛苦 不会累 不会间断呢 他有真实的利他心 而且利他心超越了自己这样的一种利他心 这样的原因不会很困难的 作为凡夫人和世间人或者一些声闻缘觉 他利他的心并不是怎么样他说极难 被尊其非难 被尊的话菩萨的情分不是很困难的 毫无困难的意思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爱众生的原因 声闻缘觉和世间人利益众生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这么爱 你是爱自己的 不是爱众生 如果你爱自己那你不愿意付出啊 做什么都是你一定会算 本来数学成绩都不是很好的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不管是你的时间一哈 你做的事情天天都是打算盘 原来是打算盘现在都是不需要打算盘 那个手机上马上算得出来 所以说很多没有这种爱心的话 自己所做的这些哪怕是很小的这些事情 都会一直算监这也是有一定的差别 我们《宝云经》里面也是讲过 有些菩萨为了利益一个众生在千百万劫当中 即使跨越火害也是心甘情愿 那这样的精进我们很难以想象的 菩萨的精进就是这样讲的 下面讲菩萨的禅定和智慧吧 比较简单 我就简单讲一讲 善定小安乐 自乐自退失 穷尽许有者 菩萨定凡之 这个精进波罗蜜多其实有三种顶小安乐 也就是说世间的禅定 声闻的禅定 圆觉的禅定比较菩萨的话它是小安乐 现在很多包括美国 英国他们最喜欢禅修 但是禅修就是小安乐 世间禅修 他们在有些地方也讲了 有些地方只是这样坐着什么都不想 闭着眼睛 他们说是瞧布施因为这样喜欢修 所以很多美国科学家也是这样的 但瞧布施成就了你不一定也是这样的 不过也可以这叫做小安乐 你们学这部论典的时候 声闻缘觉也是有禅定这也是小安乐 为什么这样讲呢自乐自退失 因为世间人他是有一种有漏的禅定 有漏的这些禅定实际上是当你离开人间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出顶的时候你的快乐会退失的 禅定的境界的快乐会退失的 自乐自乐的这种执着会退失的 然后声闻和缘觉的话 自乐穷尽自己的这种乐并不是退失 它是穷尽你入了无云寂灭的禅定 当你得到阿罗汉果位的时候 完全都是入于灭尽定 最后过了八万劫多少劫以后 那个穷尽了 没有了 那么这两种都是有痴性的 有愚痴的 因为没有证悟任务 世间人的话任务都没有动物 所以有愚痴性的 还有声闻缘觉虽然证悟任务 但是没有证悟法无 还有所知障的原因 实际上也是有愚痴的 所以菩萨的禅定完全愚痴相反 我们讲禅修的时候 我们也现在强调让大家学会一些禅修 希望我们这边的法师 你们自己也尽量的 早上起来 晚上或者课堂当中 我们禅修还是要学会一些禅修 不然自己一点禅修的境界都没有 给别人讲禅修也是很可耻的事情 所以一方面自己要学会禅修 学会禅修以后让很多众生 刚开始的时候让他们讲一些世间禅修 在学校和企业当中 在稍微因缘具备的时候 现在南传佛教经常有一些 声闻缘觉灭尽灵的禅修 包括很多人去马来西 去泰国 去绵甸 去新加坡 斯里兰卡都有 我看了 了解了一下 好多都是南传佛教的禅修 那么这个也可以暂时获得寂灭也好 断除你人无我之的烦恼也是很好的 但真正菩萨的禅修具有机智和圣观的 这个我住这里不多讲 凡是菩萨的禅修与之相反 那最后一个颂词了 好吧 很快就讲完了智慧是在哪里呢 这些词 下面是如意受莫处照灯三宗悔 杯尊知智慧无比如日光 下面讲智慧清净的功德世间人闻思修行的智慧 就像是半夜善改漆黑一片的时候 摸某个东西 瓶子 珠子等等 你在摸的过程当中根本眼睛看不到 因为用黑暗已经遮住了 你虽然手已经摸着它但是你眼睛显年没有看到 所以不知道你摸到的这个品质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 所以它这里带有一定的 如果我们身体显量你可以说是显量 但是在这边一般都不讲显量 因为你在漆黑一片的时候你摸的东西没有显量 因为你没有亲自见到还有由黑暗遮住 这是两个原因 这是世间人的闻思修行就是这样的 现在世间人的闻思修行全是不管是听也好 思维也好 修的话都是好像黑夜里面摸东西一样的 哦 可能是这样吧应该是无常吧 无我吧 上师说是无常 可能是无常吧 但是你没有亲自见到无常 如果你房子采来的时候才知道哦 真的无常 哈哈哈 原来一直说是无常 无常啊 真的无常啊你看我前一个月都是我房子是好好的 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连墙壁都没有 暖嘛 前 那个时候可能显量见到这个是空性 无常这些吧 世间人是这样的 然后声闻缘觉 声闻缘觉它也有一些闻思修行的智慧 但是闻思修行的智慧它范围很小 就像一个小洞里面或者一个小的屋子里面 或者一个灯罩里面的一个光明一样 这里面放着的灯它内部比较亮 但是到了外面就根本没有什么浪灵了 所以声闻缘觉证悟人物的这么一个空性 这个只能照内部自己无垠的相续而已 所以这三种智慧吧 刚才世间的智慧是一个 声闻的智慧 缘觉的智慧这三种智慧 比我们大悲尊菩萨的智慧相比较起来的话 那菩萨的智慧就像是日光一样的 日光的话整个所有的这些世间全部都是能照耀 能明亮 所以菩萨能通达人我和法我的原因不混杂的 完全能通达一切万法的实相和现象 就是实相和现象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地要 学习菩萨的智慧 菩萨的愿力 当然菩萨在显现当中他可能通达一切的相 但是在显现当中有时候菩萨作为凡夫相也有 有一个佛经里面讲的是 菩萨是有大悲又有智慧住于无上的境界当中 但是实际上显现我凡夫 这个菩萨有头痛 有烦恼因为要随顺这些众生 真正智慧波罗蜜多圆满的时候 实际上表面上有时候确实也是不一定能看得到 有些菩萨有些善知识一辈子都跟他接触 也许不一定知道是他 我们有些道友也是这样的表面上看得好像 这个也没有什么功德跟一样的 但最后离开人间的时候或者说他的有些个别行为 才能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大菩萨只是一个凡夫相而已 所以我们在讲智慧波罗蜜多的时候 菩萨的显现在我们人世间当中是各种各样的 因为他完全知道众生的行为 这样的原因在众生面前以种种方式来 遣住众生心里的黑暗这个方便法 我们前面也讲了包括在座的人 不管修行上面也好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学善巧方便 尤其是你们很多人跟自己家里的关系不好的话 确实不好作为佛教徒还是只好也是 即使需要分寻方便知 它是有很快的一种就像四字分寻那种方式来 就是因为我们学过大乘的智慧的原因的话 你跟家人朋友面前他不叫妄语 有时候是方便智慧 所以方便智慧来让众生欢喜不要太硬了 太僵了 这样以后好像现在有些佛教徒跟人际关系不好 这样不行的我们不管是居士也好 这个佛教团体应该在任何场合当中 他要学会一个做人的顺应时代 顺应我们现在的社会 包括他们的言行举止这方面 大家都善于学习应该可以融合的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说的 闻思修行 空心 证悟讲得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但是接下来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朋友 哪怕是一起坐个车在宾馆里面写一晚上 跟别人闹得特别不舒服痛苦 这样别人也容易生邪见产生烦恼 所以这不是菩萨的行为 我很希望做人的时候每一个菩萨应该做菩萨的行为 即使你像菩萨的话我刚才引用的教证一样 二显凡夫是吗它显现凡夫的这种显现 所以菩萨都是会这样的 我们有时候在别人面前应该会显现 你看看你说话的众生如果是汉传佛教 的话 你也可以在他面前显现汉传佛教 如果你说话的这些众生或者你随顺的这些众生 其他宗教徒也可以随顺他们 如果他没有任何信仰的话 我们不能你没有信仰啊你这个人很不好 你没有信仰的人都是如何如何用一些不好的比喻 很不好的其实他有他的一种价值观 法治内心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能完全都是以我的价值观来覆盖所有的 全部都是跟着我来这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乐 为什么佛陀赚八万四千法轮呢 我们的意乐 根机 戒性都不同 《居士论》里面讲了那么多 哪怕我们吃一顿饭的时候 有些人喜欢吃甜的有些吃酸的 有些喜欢吃咸的这也是原因有不同的 你看我们居士里面有些穿绿色的有些穿白色的 有些穿红色的有些今天穿白色明天穿黑色 这也是自己喜欢的不然你不会的 所以这个意乐都不同的 但是我喜欢的他不一定很喜欢 这个要理解众生这样的修行我们还是多多想一想 不然有时候说起来空性 度众生 我们说一些特别庄严的语言习惯了 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说起来很好 但是不要说天边无际的众生自己身边的小可怜 你就天天用凡目尝处也不是很好 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你们再思考思考吧 好吧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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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就接着讲《大乘经专门》当中的六波罗密度 这个六波罗密度这次应该我相信大家都学得比较透彻 比较详细吧 以前我们每个人都会说 布施 持戒 安忍 精进禅定智慧都会说 但实际上在行持过程当中也可能很多人没有做到 再加上可能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这次通过学习这部论现在我们每个人手里或者 往上来点子班应该有 麦彭仁波切的《大乘经专门论》的诸诗 这个诗诗我第一次开头讲的时候也要求大家好好地看 至少也是讲一个法跟他相关的一些讲义如果有的话应该做准备 然后与他本论的诗诗至少也是看两遍以上应该算是学习吧 如果没有这样传习就光是课堂声再听一下翻开个手 然后听课的时候也不那么专注听完课以后直接走的话 那可能《大乘生生庄严论》不一定那么好懂 有些你们可能觉得我是读过本科生 研究生和我是个专家 但是有时候专家真正成了转头家 所以不一定是特别精通很多的经论 有时候分别念一定要去分析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分别念还是智慧自己也要观察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就跟大家讲一讲六波罗蜜多 今天是布施党 应该是讲第二个昨天我们六波罗蜜多都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也讲了第二个科判 七月的一些功德当中分几个吧好像昨天分了四个 今天讲布施党看为最盛 布施兹等等 每一个波罗蜜多看为最盛 最好的 最殊胜的 每一个波罗蜜多每一个六度分八个方面来阐述 只要把布施党搞明白的话其他几乎都是相同的 可以以此类推 可以以此类推这样布施所以是缘由普回向 因知天际处成虚最殊胜 我们平时说的布施波罗蜜多 他用八个方面应该是最殊胜的 八个方面是哪几个呢他这里的所义 还有所义殊胜 事殊胜 还有缘由和回向等有八个方面讲的殊胜 那么首先说是所义殊胜 所义怎么殊胜呢 就是布施者他自己不像世间的凡夫人 还有不像声闻和缘觉 而是菩萨他自己的整个他的身份非常殊胜 因为他是发了菩提心的人 这样的话从证悟方面也好 悲心方面也好 就是完全跟其他凡夫人和别人都不相同的 这是他的第一个殊胜 那么第二个殊胜就是他布施的世殊胜 世殊胜我们经常讲所布施的东西是什么 也就是说布施我们有财布施 还有有法布施 还有五味布施 像财布施它可以包括少许的一些财物以上 还有大的一些包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身体 土木老水 这些都是布施这叫做广大布施 所以财布施当中有这些 法布施让无量的众生安置于声闻缘觉菩萨的果位 也就是说通过法来遣除众生相续当中的黑暗 这个叫做法布施 无畏布施的话 暂时让众生得来无有畏惧比如说国王的畏惧 法律的畏惧还有包括一些地水火风 现在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灾难有各种各样 远离如果我们有办法比如说哪个地方发生地震了 哪个地方发生海啸那么我们去帮助他们 这也是一种无微布施 那么从究竟而言我们给别人宣讲佛法之后 最后让别人不需要堕入善恶趣当中 这是究竟的无微布施 我们平时讲的别人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我们跟他做布施也就是说解救他 放生他 放生这也是一个无微布施 所以说是殊胜 说是殊胜他不是殊胜的 然后愿有殊胜他的发心 动机不像声闻缘觉和凡夫人一样 他们是以自己为主自己离苦得乐为主 但是菩萨的动机和他的愿有主要是 以悲悯性的驱使下利益天下的众生 看可怜的这些众生 痛苦的这些众生 这就是他的愿有殊胜 那么第四个是回向殊胜 一般世间人和一些声闻缘觉 今生当中发财 获得快乐 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学佛呢 学佛就是让我健康 让我发财 让我升官 然后如何如何在即生当中的有些事实获得快乐 这么样的但这是一个暂时的 究竟的回向他不图今生的回报 也不图来世的像声闻缘觉那样净灭的果位 应该说是像普天下所有的众生暂时离开恶趣的痛苦 究竟获得圆满正能觉的果位 那么这个是他的回向殊胜 他的因殊胜很多人为什么今生爱布施呢 他前世当中在自己的阿赖耶上面 种下一个很好的作用 那么这个作用成为我们的进取因 然后我们前面讲的动机发行成为什么呢 成为俱胜缘吧 也或者说是具有缘 就像种子它本身的话 它是后面过的进取因 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低水或风的灌溉 或者说对他进行帮助的话 这个叫做具有缘相当于是这样的 一个人为什么今生当中喜欢布施呢 他在阿赖耶上面自己有前世的习气和前世的种子 这就是最关键的 否则有再好的机会的话 有些人根本不肯布施你再有钱 哪怕是一毛钱或者多少多少都不愿意上供下施 这说明他相续当中没有这个器器 没有这个种子 第六个 智慧殊胜 也就是说这种布施 当然世俗当中暂时有这样的一个三论执著 布施者和所布施的财物还有布施的对境这三个 但是在用真正的智慧观察的时候 三论都是提供的 最究竟没有什么可执著的 以三论提供的方式智慧来摄持 第七个是殊胜的天 天殊胜 天殊胜我们这里有五种 一个是像婆罗门也好 商人也好 凡是可怜的这些乞丐叫做七天 然后还有一些病人有些特别特别痛苦的 那么这个是痛苦天也是看到 有些人真的特别没有吃到 没有穿到 看起来特别可怜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战争期间像到了非洲的时候 尤其是中非那一带特别多的饥饿的众生 我那天看到大中海那个地方本来因为战争 很多难民都是想跑到陆地来 结果在大中海里面淹死的一年当中 大概有五千多人 很可怕的 现在也是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都是发生了种种的有些是接近战争 前一段时间网上最获得名词是什么呢 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多人都会不会 发生三次世界大战特别的这种 你们要不要听完要不要先走吧对吧 不然你看两个黄色的下去了 再下去了一个黄色的 我们就这里扫黄了 下面是这样的 这里讲这叫痛苦天看到痛苦的这些众生叫做痛苦天 还有无耻无穿的这些众生还有邪心天 有些特别有邪见的造恶业的特别可怕的一些暴力的等等 还有有一个叫功德天也就是说 具有功德的三文元学 婆罗门等等 有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些功德天 那么这些如果想痛苦的话 痛苦越来越大的那么这些众生算是最殊胜的佛天 比如说像地狱众生被其他众生要特别痛苦的 饿鬼众生也更痛苦所以他们是最殊胜的佛天 或者从功德天角度讲的话 那么他的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 算是最殊胜的佛天 比如说凡夫当中心结性的人作为佛天也很好 但是你跟声闻 怨觉 菩萨 菩萨当中也是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的对比 的话越上越殊胜的佛天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知道布施的对境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这样不同的天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七个 殊胜的天 所以我们《俱舍论》当中也是有这些名词 但是我们有些刚刚学佛的佛教徒也许不太懂 天以后要懂到五种天 并不是现在麦天 大清游天什么什么 这些我们不算 现在我们众生也有各种不同的福天 悲天 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吧 这些 那么下面第八个叫做处殊胜 处殊胜主要是安住处和心结处 处当中有安住的心结和安住的作意 还有安住的等次其实处有三种 那么前面的安住心结 实际上我们好像前面的求法品当中也是讲过 这个心结对波罗波罗蜜多有特别大的信心 比如说布施的话布施非常有信心的 这方面完全有诚者的信心这是第一个 作意我们前面也讲过比如说品位布施 就是他完全感受到前世 你因为做布施的原因即生当中完全想起来 就像以前一城王子一样 以前在某个佛面前发过愿的原因 后来完全自己品尝得到前世的所有的经历 全部利力再现这个叫做安住作意 因为有这样也是可以 还有对等次等次也是自己相续当中有什么呢 有虚空藏等次还有很多很多的三摩顿 有这样的三摩顿 依靠三摩顿的力量也可以做布施 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布施波罗蜜多它是用八个方面 具足八个方面的这样的功德 也就是从所依到处之间的布施有这样的功德 因此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要知道布施的时候应该能放弃自己的一切 最上等的布施特别地殊胜 以前我们学过《释迦牟尼佛广传》 好像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广传》里面引用了没有 其实以前《福报恩经》里面有讲的 《大光明王》的故事大光明王他发布消息 他说他国库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要去布施 布施的时候他的灵国有一个小国 小国的国王平时也是对他产生嫉妒心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好 古今中外在哪里的话 嫉妒心每一个人的 很多人以前也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不管是佛教的历史也好还是世间的历史 不管是中国的历史 印度的历史 非洲的历史 看到一些历史或者一些古代历史的这些百言 都有这种嫉妒心包括佛教 《福传》里面都是经常 比如说提布达德相关的母亲 他们都有非常大的嫉妒心 当时那个小国有特别大的嫉妒心 因为一旦国王的布施他的美名鸳鸯 对国王讲也是特别的不利 他就要求在大乘里面谁有去乞讨光明国王的头 如果有的话我可以给大奖上 但后来几乎大乘里面都没有 后来在他的国家里面去宣布的时候 有人为了得到财物吧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要杀某个人对什么样的人要的话 在和社会的群体当中开个多少价 他们说十六万块钱 那十六万块钱或者二十万块 没问题 我要办这件事情 以前在佛传当中也有这样的 当时有一个人他准备去咬头 他到了国王那里去咬的时候 国王已经答应 但是他下面包括王妃 大臣 一些眷属实在不肯 后来国王说我要在菩提的路上 你们做这样的障碍不合理 后来他得到花园里面来 花园里面去的时候咬他头的那个人 身体也特别安小也很脆弱的一个人 国王非常高大他就害怕到时候不给他 要求国王你自己把自己的头发应该算在手上面 这样以后我才可以看你的头这样就比较好 那么国王他正在做这样的时候那个殊胜就不高兴 跟他掐耳光 让他混断在地 这个时候国王说我布施的时候你怎么会对他这样呢 然后对殊胜进行呵斥 就进行呵斥后来他昏居醒过来以后把他的头看完了以后 国王还是把自己的手给他做布施并且也是发愿 这一点有时候看到身体布施这样的公案也不可思议 现在好像这种现象也不一定非常多 不过也有一些可能心态跟常人有点不同的 可能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个 应该是伊拉克还是伊朗的吧 有一个年轻人杀了另外一个年轻人 然后按照他们的传统说法必须要侥行 判死刑 当时被判的母亲他们一般都是侥行 网络上都有嘛有一个绳索算在上面 她就站在一个小的木凳子上面 然后被杀的母亲他全部做完了以后 他被杀的母亲轻轻地把小的木凳子提出去的话 就可以当场就死了他们一般居行都是这样的 以前撒旦母还是谁也是这样叫醒的 当时他们所有的人都现场 从两方面的杀者和被杀者的家庭都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母亲就给她掀耳光 没有把木凳子提开最后把她的绳索解开 把她放了当时本来年轻人出来的时候也特别的伤心 她一直不断地喊能不能救我 最后她也跟她的母亲说我知道失去儿子的痛苦 我不愿意你也是变成了上知之人 我也不愿意你也变成这样的 所以让她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已经接受出来 那么这种事情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比一般人可能比较伟大吧 我们不能以佛的功德这些都是相比 但是比较而言应该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们受害者把他福天相 这是好像《菩提资粮论》当中也是讲了 修行布施是常于受者说 应生福天相 耶入眷属相 耶入山眷属 有一个《菩提资粮论》当中说 我们在行布施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把布施的受者 不能把他说他是欺给他是可怜的人不能这么想 他就是我的机会他就是我的福德他就是我的福天 就像我们供养佛没有佛没办法完成这种资粮 同样的道理我要完成资粮的时候 一定要需要有一种乞讨者布施 那不管他什么样的方式来想你索要任何东西 我们把它看作一种善知识或者善的眷属 跟我自己的人一模一样 不能想这就是乞讨者这是非常讨厌 完全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能这样的就像我是一个老师 跟我的学生一样来对待这就是菩萨的行为 可我们一般人可能有些生活观念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吧 刚才讲的饮生福天相有没有这样 我们也可以观察自己 接下来其他的颂词基本上都相同我也不广说 其他的只是把前面的持戒 忍辱这个字编一下 其他都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其他的下面持戒所以是缘有普会想 应知天即处 称许最殊胜 持戒波罗蜜多也是一样的 依靠所以 所以是菩萨受持的 菩萨他自己的身份 是菩萨的戒律 他所受的戒 所受的戒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言行恶行戒和色素三法戒和 还有饶益有情戒这三种戒 这是菩萨所受持的十殊胜 那么愿有殊胜的话是什么样呢 慈悲的悲悯众生吧 也是因为为什么持戒呢 一般按照小乘和其他戒 像一些其他宗教 可能他持戒是什么呢 持戒自己身体健康 自己快乐 自己活得寂寞 但菩萨的持戒就是以慈悲心的前提下 我要利益众生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吃一个 包括宝观摘戒和巨石戒 以大乘的菩提心来摄持的时候 因为众生很可怜 先我自己要持戒的一个人然后我来度众生 不然我自己不受戒律的人要给别人讲戒 给别人做示范的话绝不可能的 所以以慈悲心的前提下可以这样的动机吧 第四个普戒回向也是一样的 这种持戒的功德普戒回向 它的因殊胜也是前世吃过戒 这种习气吧 这个是因殊胜 每个人 有些人持戒都是特别困难 因为即生当中才开始的 有些是生生世世受过很多生世清净戒律的原因 那即生当中本身烦恼都特别鲜少 所以有些人持戒特别痛苦非常困难的 要犯要犯的这样 有些不管在任何时候持戒也是很清净的 而且不会有什么障碍的他的习气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地质比较不错 世间的语言来讲他持戒的话 他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他的资源就很好的 有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资粮这样很困难的 那么下面第六个以无分别来智慧摄持 第七个是佛天 天主要是世界的时候 以跟大乘的戒律也是跟大乘的众生 安置于大乘当中 大乘的 愿大乘的法不是其他的 应该是让这些众生安置于大乘当中的 三个作业 心结和作业和灯车三处 跟前面一样的 所以用这八个方面的受持清净戒律 那么这是最殊胜的因此《虚空藏菩萨经》当中 前面都讲过说作为菩萨他持戒根本不会有傲慢的 心非常清净的智者常以菩提心 意欲行使不着然就是说作为智者菩萨他没有这种傲慢心 啊 我今天受持清净戒律我如何如何好啊 他没有这样的 所以他受清净戒律完全是一种 是一种菩提心的设施下 也就是说利益众生的前提下 那么受持戒律非常容易 下面讲安忍所以是缘由 安忍讲完了是吧刚才念完了好像是吧 刚才念了三个颂词讲了几个颂词 一个 两个颂词还有一个到了这里对吧 安忍所以是缘由破毁相 因知天几处成许最殊胜 那么安忍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里安忍我们经常分的 忍受别人损害的安忍 还有来受各种痛苦苦行的安忍 然后地刹法忍这三个我们前面讲的分类的话 在这里也是实际上是大乘跟其他不同的 这里全部是六波罗蜜都有关系的 就是跟菩提心有关系的跟众生有关系的 那么安忍的所依 所以修安忍的身份 是上面所讲到的这三种安忍 缘由他的安忍的动机还有他的回向和他的因 智慧以及天和处是最殊胜的 那么作为菩萨应该是修安忍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人如贤人的故事吧 人如贤人他当时身体在花园里面分成八块 但是他没有产生任何的嗔恨心一直修这种安忍波罗蜜多 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 不管是为了佛法可能有时候需要苦心 你的住处也好 现在可能饮食上不是问题很大的 以前我跟学院的一个官家最早的 大概三十年前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学院分年金钱的时候 基本上大概二十天分一块钱 两块钱 那个时候生活也是比较苦的 一般比如说烧水这些没有电 没有木料 我们到山上去背牛粉又背树叶 我都是经常去看树的时候经常树 破 但是那个时候心情很好 每次都是到很远的地方去背牛粉的时候 心里就是为了佛法而苦心的应该是很好的 住的地方不断地戒房子 基本上安住下来的时候说主人要来了 然后要搬出去然后又要搬出去 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在学院里面的 有些道友要搬来搬去的话我还是感受很深的 感受很深的后来都是我有一次实在是找不到 这个怎么讲 只是一个园子一样的 那个能不能接到到处都去这样的 但后来好像也没有接到这样的 所以刚开始来到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确实也没有电 也没有公路 每一次买一点东西的时候到县上去 而且那个时候钱也没有 买一两包棉 买一点没有 晚上的灯没有什么灯 只有没有 有时候买几根箱 然后用电箱来看书 但那个时候很精进应该比现在还精进 一直不管是背诵也好 现在我们露霍的有些寺院 有些年轻的人不想背诵 堪布给他们如果你背四百个颂词 给一千块钱那些年轻的小和尚特别喜欢背书 背的时候堪布一算觉得可能自己的钱不够了 也有这样的 现在背书的话也要花钱要求背书 不然他们不背 这样的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条件算是 以前像上师如意宝他们到市区去修学 那种时候想比较起来确实也不算 因为他们是从这里走路到市区那边去 我们坐车有时候很累很累的 有时候想象不到的确实路上是这么辛苦的 但你们现在的有些人可能不管是 至少也是交通方面也跟以前比较方便 吃的也有包括看书的时候电灯没有什么困难的 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没有灯 没有灯也害怕没有 马上用完了看怎么办呢 然后而且没有灯也不能把灯性太大了 不然很快的时间当中把那个油就没有了 又要到现场去买 所以有时候苦心佛教的苦心真的也很有意义的 可能生活越苦也许学得越比较扎实在心里面 越安逸越舒适就像过天人般的生活都不愿意修学 也感受不到轮回的痛苦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安忍它这里也是其他的 我觉得八个方面都是相同的 但是在唯一的安忍的时候不仅仅是安忍 好像《大巴基经》里面也讲了 菩萨摩河沙忍一切苦不舍众生 最关键的是要不舍众生 光是别人对你陷害的时候 我不说话 不是这样的 遇到有必要救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帮助他 这就是我们真正大乘佛教的思想 跟现在很多宗教做不到的 尤其是有些宗教只有自己本教的教徒比较重视 但是对异教徒他一概都有一些冲突 因为你现在也看出来 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的原因发生战争 正在发生的也是那么多 刚才比较担心下午一直有鼻涕 但现在他也比较自觉的还可以 这是修安忍 下面讲精进 下面开始念传承是吧 尤其是 精进也是精进 所以是缘由破灰下 因知天几处 称许最殊胜一样的 称精精有披甲精精 加行精精还有利胜精精 你看 利益众生的精精 大乘当中跟以前的有些分法有点不同 精精表面上看了好像你没有做什么的 但是为了利益众生你特别特别的卖力 那这也是六波罗弥陀当中的精精 那这个精精也是所欲和缘由 还有回向 因和智慧 天以及处 在八个方面也是完全超胜 所以精精好像菩萨地当中说 哪怕是度一个众生 读一个众生在多少多少劫一点也觉得不现 觉得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最关键没有精进心 尤其是佛教徒有时候特别懒惰 这样的懒惰什么世间和初世间修行的境界都没办法增上 一切住在中无故懒惰罪 所有的盗贼里面没有懈怠没有懒惰更可怕的罪 也就是说这就是罗摩菩萨说的《大智多论》里面说的 我们盗贼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这些盗贼也许只能偷你的钱包 偷你的银行卡 偷你的身份证 包括现在有些盗贼比较厉害的 网络上的盗贼更厉害的但是他们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我们懒惰天天晚上也睡得特别特别早 早上也起得特别晚白天也是一直在懒惰 散乱 这就是所有的这种懒惰的贼 实际上我们的善法全部都不知不觉地偷玩了 原来我们自己好好地闻思修行积累了一部分 后来因为那个人很懒惰的原因 把所有的财富全部都被没有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正在闻思修行的这些道友 以后不要褪失信心不然特别可惜 我们有时候积累这样的智慧和福德资粮 是特别不容易的上山若水 有时候真的做善事方面力量都比较薄弱 造恶业的话谁的力量都比较强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有懒惰的贼来讲 我们的善法全部都被倒完 第四个 第五个 禅顶 这个禅顶也是禅顶所以色 缘有铺灰相 因知天际处成续最殊胜 禅顶也是一样的 其实禅顶在这里分现法乐咒禅顶和成就神通的禅顶 还有利盛禅顶 利益众生 你看我们利益众生有时候为了利益众生特别辛苦 有些人跟我讲我现在因为发心 因为做什么利益众生的事情一直耽误到修行 其实这是六波罗蜜多的修行 如果我们真的去利益众生 哪怕天天都是烧地也好 烧厕所也好 或者看门也好 或者做饭也好 任何一些工作这些我用很好的菩提心来摄持 表面上看来你是特别的忙 但实际上你就是天天作禅 有些人以后给我这样 有些人说我现在要修禅顶不发心的话 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你看利益众生的禅顶 现在那个里面也有叫《菩萨地论》 汉地好像叫《菩萨第四经》 汉地是哪个法师翻译的忘了 反正藏地它属于在瑜伽师弟里面的《菩萨地论》 那么这里面怎么讲的呢 就是说禅顶分为三种 一个是显法乐咒禅顶 显法乐咒禅顶就像我们前两天讲的一样 世间的一些禅顶 禅修 每个公司 每个集团 包括一些学校里面现在特别流行禅顶 瑜伽 禅顶这些是显法乐咒 因为对你的身心直接有一种很快乐的很放松的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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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松 再放松 有一个人说我现在没办法放松了 我有点紧张起来了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种 这种身心全部放松的话这是现在社会当中也 虽然它没有什么很深的理论和很高的一些境界 但是让你身心放松下来的话 我们就像《顶解报道论》里面讲的一样 无始以来的众生一直漂泊在轮回当中特别的痛苦 所以你一下子身心放松下来的话 稍微有一点寂静和非常舒服的感觉 这是显法乐咒禅顶 成就神通禅顶一般是 依靠菩萨的一个三摩顶 一个禅顶 能开发无量无边的禅顶 也就是说一个禅顶 它能比如说十字分须 能延禅顶等很多很多禅顶 这叫做像显现神通一般特别特别多的禅顶 离生的话 利益众生的很多行为 包括讲经说法也好 包括为众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以善情方面来利益众生的任何一个行为 它是一种禅顶 为什么禅顶呢 因为我对利益众生心非常的专注 什么是禅呢禅就是心一种转度 对外不善的一种 但我在利益过程当中我没有自私的心 而且利益众生恰好都是 我们大乘菩萨最核心的价值观 可以说大乘菩萨除了利益众生以外 没有什么跟别的 唯一的不同 大乘小乘之间的不同 就是法性不同吧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每天学《大乘经》专案论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新的发现 觉得以前我自己也有时候 我这辈子没有好好禅定这一点惭愧 如果死好像有一点点留下遗憾 我就看到这些的时候 利益众生方面不敢说是很真实的 但是包括相似的一些也一直不停地在努力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利益众生的禅定 所以每一个堪波也好 堪摩也好 法师也好 居士也好 什么身份 有时候也我现在没有办法的 我本来想好好地发心 但是因为太散乱了我要好好地想禅修 禅修的话我们很多的发心也好 理性的这些事业都是一种禅修 这样的禅修也是特别需要 这种禅修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也特别强调 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自己把佛教的一些境界不断地善妙地去修行 应该《华术经》里面讲的 《华术经》里面讲过一切佛所行 记住深妙法所有佛的境界也好 深深的妙法 西山三昧果 西界能之间 都是要善悦地修协三昧定 这样以后能见到一切万法 所以我们口头上再这么说的话 没有一点修行的境界也是不行的 看看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 或者白天晚上要空的时候 应该自己以前所修过的这些法的境界当中 尽量地去安住你安住的时间越长 你自己修行的功夫越不错的话 你给别人讲也是很容易的 那么你自己弘法利生也可能很容易的 如果你自己一点都没有下功夫 光依靠一种空白来给别人讲理论这不现实 这是一种特别不合理的作法吧 因此通过三妙的修持三昧定 佛教最甚深的这些境界和精彩 还有对甚深微妙的法要也了如指掌 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你见本尊也好 或者我们有些法师确实自然而然自己在众人当中 托盘而出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在这方面 比如说你背诵方面也是特别的精进 你在禅修方面也是特别的 在利他行方面也是很有修行的兴趣 这样以后自然而然 其实我们人也看得出来 有些都是没有什么法师的名字 没有什么辅导员的 但是自然而然自己的智慧能饶遇了很多的 包括我们现在居士团体当中 有些居士真的在这么多年以来吧 也不算特别长期大概是十几年以来吧 十几年以来他自己也不断地努力的原因 对身边的人影响应该非常不错的 有些人因为自己修的时候并不是可能真正地修行 到了最后的时候比如说让你不让发心 让你某个事情需要调整的时候就接受不了 以自私心讲身边的居士也受影响 这种看出来人一般在这种修行 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修行 跟遇到一些关键的时候的态度还是能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遇到大乘佛法特别不容易的 然后自己在有生中年当中稍微修一点 否则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有时候是很复杂的 尤其是网络的出现 很多人的人心现在是特别的迷乱 更要注意的有些小孩 现在很多家庭基本上很多母亲 给孩子iPad或者手机让他玩一玩 我清净一点把这个给他 他就白天晚上一直看一些恐怖的动画片 还有一些游戏 但是大人根本不知道到底里面放的是什么 根本不知道 而这些孩子们从小都是在这样的游戏当中 去玩玩玩最后人身也是真的看着游戏 最后好像杀人也不眨眼就无所谓的 到现实生活当中好像也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好像那天什么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孩子 他在网上说我要开始自杀了 你们给我点赞 然后有些人还不断地给他点赞 随喜 很多人劝他的人很少的 最后他这个事况真的已经在众人面前展现的时候 还大多数的人觉得他很不错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有些时候 可能尤其是现在网络暴力的 在整个全球来讲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可能有些在寂静的山里面 也许不发现很多的问题 因此有时候我想我们现在的这种 再过一段时间一代一代的这些年轻人 现在沉迷在网络的这些有儿园的孩子们 当他们变成大人 整个世界掌控在他们手里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用各种原子弹 用各种武器来损害当他们有诗卷 当他们有技术 当他们有的时候从小都是他感受的观念 人从小的观念还是很有起作用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们很多家庭的 这个有些佛教徒也要关心一下 你们身边的这些孩子们天天无二的内容是什么 当他长大之后如果他特别精通这一点 也是有点困难啊 那天美国总统川普采访他 然后说你为什么跟五十九个导弹扔到叙利亚 他说 挺好的我跟某个人一起吃甜点的时候 这个甜点特别特别美 特别特别好 这个时候他们说要不要现在开始 我说可以了 领导一边吃美餐一边扔导弹 这也是现在在国际上是怎么样穿的 大家也是知道的 有时候现在虚拟生活当中长大的这些 我们不说什么修行 不说什么利他 连保护自己的心念到一定的时候恐怕是没有的 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变成了什么样 也许可能学得如梦如幻太好了 下面讲智慧这是禅定 是吧 智慧所以是原有破灰相 由因知天机处成虚最殊胜 智慧也是这样的 它是了知世俗地和了知生意地的智慧 还有了知成办利益的智慧 你看这里的智慧也是 就是六波罗蜜多的智慧二地的智慧 光通到二地不行的要利益众生的智慧 这个是很关键的 那么它的所依 识 缘有和回向 还有一个因和智慧 天处 这八个方面也是非常殊胜 所以他智慧波罗蜜多士应该怎么讲的 就是八种殊胜 因此他这里我想讲的成办利众生的智慧 这个智慧我们平时讲《中观根本会论》 《入中论》里面讲的二地 可能二地有些没有学过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 二地希望你们还是要掌握一下 这个对你们来讲很重要的 在这个基础上光通达空性光通达世俗地 还是不行的 要利益众生 所以佛教的智慧跟现实生活当中的 有些智慧有点差别 你不管是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很多人都说利益是什么呢 利益是可能维护自己 自己养家户口 很多大学的教育理念都是这样的 我都去过很多学校 然后我就经常问他们一些 分官教育的教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让学生们以后获得了一些高的学位 让他们的家庭幸福 但是方言看不要说是整个众生 全世界方面考虑的人比较少 所以现在各个国家也好 各个家庭都是想着自己没有利益众生 没有利益众生的话的确这个世界有时候是非常恐怖的 因此应该作为菩萨以任何一种方法来利益众生 就像《四百论》里面也是讲了 善巧的意识没有一个不能治的病 同样的道理 就是霍乔利菩萨 非所化身少 就获得了三乔利的菩萨 那么不能度化的众生是很少的 我们现在因为没有三乔方便的原因 身边的人度不到的 这些都是坏人 这些都是跟我们关系的 其实真正具有三乔利的菩萨 不能度的有没有呢 有时有 在佛陀面前都是有个别的 佛陀从东边来的时候就往西跑 现实从西边来的时候往北跑这样的也有 但是不具足三乔方便度化众生也是很难的 所以道友们在度化过程当中我一而栽 栽而栽都在说过 我自己认为确实需要一种善巧方便 有时候我们有些现在年轻人认为有利就可以 有道理 某某是没有道理 但有些地方有道理不一定吃得开 虽然你讲的道理是非常非常合理 但是这种道理在某些地方 某些群体当中 某些国家 某些家庭 尤其是在某些人面前也不一定讲道理 你给他讲的道理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他是不讲道理的人这个时候根本没办法 所以你不如要随顺他哦 你说得非常对 你要的是什么啊这样的时候 我们现在很多家庭互相的吵架 包括一些在家人的离婚这些 双方都认为这个人不讲道理 他说这个人不讲道理两个都认为自己有道理 但实际上也许可能因缘到了一定的时候已经到了净土了 但也许因为善巧方便没有 所以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根本没有考虑到对方 但考虑对方的价值观他的道理是他的道理 不一定是我认为是这样我的道理 但实际上是他不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包括座人 我们佛教徒我现在一直像佛教徒 把这个环境 气氛要弄好 尤其是现在国外的一些佛教徒 因为国外的知识分子比较多一点 我们像汉地过去的有些知识分子 到了国外以后他们每个人的个性比较强 全部都是集聚在一个群体当中 有时候很难有和谐的气氛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从小都是个人注意 尤其是现在独生子的这些孩子们 从小都是在父母 老师都是把他当作掌声明珠 哇 你是特别的我的宝贝呀 你就是我的家庭的依靠啊 从小都是在这样一种赞叹的 然后别人稍微对他有点不攻击 或者这样的话就不行 再加上自己有一种傲慢心 啊 我是在什么地方留学的 我是很了不起的 每个人有一种傲气的话 他有他的傲慢 我有傲的傲慢 那我们之间一起喝喝的话很有困难 为什么现在有些基督教和有些其他宗教 他能喝得来我们佛教徒为什么全是水火不容啊 就互相当面 你好 你好 背后就是那个人很坏的 这样都不好 所以我们先做好人 做好人以后再学小乘佛法 再学小乘佛法以后再学大乘佛法 然后可能做利益众生 所以每个人应该降低自己 把自己的傲慢尽量从小都已经关了 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好的习气 把这些习气洗掉 多看别人的功德少看别人的过失 多说别人的赞美少说别人的缺点 这样以后慢慢慢慢自己也有一种容身之地 否则有些大乘修行人全部都是 就像《大圆满前行日》里面说的 就是把很多牛角放在口袋里面 一点都是没办法 因为牛角你们都知道它是弯弯曲曲的 好几个牛角全部都是装在那个 原来我小的时候经常 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经常能买牛角 能占一点钱 经常到山山去有些牦牛早就死了的骨架 把那些牛角全部都是放在一个口袋里面 背着到箱上去买 这个时候自己感觉到牛角是特别不好的 所以我们佛教都不应该 牛角装在口袋里面一样 应该比较和睦相处有一个和睦的气氛 那就是真正的大乘修行人今天讲到这里 这是我们中国的木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オンマニベネオ オンマニベネオ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本书智慧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那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这些欧客的价格也许是 一切都改变一些必要的 佛想量说到这个方式的地方 又要从那边也许是一切都可以 找い这些地方帮助 解决定 一切都可以都不为空 你 required不到可能的 你能给你反省变得更多 你能让你一定要全部出汉 你能让你独秩一个必要的 但是我们来到这个方式的国家 这种传承 念传承和讲解这种方式我认为非常好 嗯 因为从藏文上有传承有原原本本的传承课 大家念念完了以后用汉语上讲的话 大家一步法完整圆满讲完的时候 同时也得到同样的传承应该说是 这几年以来发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有传承的经典也好 论典也好 窍诀书也好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给大家传授 其实前辈大德的一些传记里面看 我看到吴士达赖他的一个 也就是说文法记录吧 他曾经在不同的上师面前得过的法 光是这个法文的名称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四汉 特别大 应该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非常广文博学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只是看几本书 学几部论而已 其实作为佛教徒应该与佛教相关的 至少也是看几百本书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 比如说今年现在是2017年的四月份 四月份你们可以想一想 从念初到现在看了几本书没有 或者说你皈依佛教到今天多少年 在每一年当中你看了多少本书 自己统计一下我们不说你是建筑也好 工程也好 计算机会计等等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当然你曾经在你的专业当中我相信下过功夫 但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有些是出家了 有些是当居士了当居士的话 我们不敢说前辈的这些大德一样的 非常有见识浩瀚如海的这些经论都广文博学 即使没有这样的话 但我们自己也不应该变成一个特别骷髅寡闻的人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座的佛教徒 当然个别的一些非佛教徒我希望大家应该爱学习的一个人 我去年去贵州的时候也说过 我们变成一个众生学习和众生修行 众生利他的这样的人 是我觉得很有价值的 就看看每个道友自己也想一想 现在变成佛教徒的话 那大乘的经典 论典看了多少 学了多少 盛文城的经典论典学了多少密城的经典论典学了多少 如果什么都不学短暂的人生当中光是做一个皈依 取个皈依症然后整天都是当着一些 以佛教徒的名义来到处乱跑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意义啊 我们有时候看佛教徒好像不爱学习 然后是非也更多 为什么现在生意常商和一些其他人 他们应该密码把标签很清楚 所以他们好像什么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的 没有像我们佛教徒一样 我们佛教徒有些是表面上看来 我要发心 我要做功德 我要免费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自己默默地在算计默默地在开始盘算 这样之后互相慢慢慢慢 因为你的所谓的免费也好发心也好 供养也好 很多都是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系 这样的原因到最后可能有些人 确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复杂起来了 我是经常这样想的 其实佛教团体比其他任何社群 群体应该简单 比较纯洁 如果按照佛教的意义去做 包括现在我们学会里面算是稍微好一点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是非的 有些是非因为自己宗派的原因 自己上师的原因自己个人的烦恼 当然我们个人的烦恼在任何群体当中有的 但是我们一些在家人 其他世间人没有的很多烦恼我们有的话 那就特别惭愧 所以到了哪一个佛教群体的时候 如果里面的事事非非特别多的话 的确是佛经里面也讲了 何处有争论应该远离百有群 哪里有争论要离开一百个有群 现在一百个有群大家也知道 意思就是说有争论的地方要远离 因此佛教自己制造的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不是很好 你看世间的很多商业和这些他们是什么就是什么 除此之外很多关系都比较简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可能作为各个地方的佛教徒也好 当然像学院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清净 我到佛学院之后基本上每次开会也好 私下了解的话我听的是非很少 但是在别的地方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有些法师管理各个地方的时候 一听到法师们翻译的时候 我有时候经常觉得这些人该学习的不学习 不该做的一些事情经常做 所以现在佛教徒的有些水平比较糟糕 说实在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闻思修行不好好地去做 没有必要的很多自己的一些私心 归根基地就是私欲之心 这种私心产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甚至我们修行当中这样以后关系就比较复杂化了 这样以后好像我们个别的一些佛教团体 比世间的群体和比其他中心 还要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 那么这些希望以后我们佛教群体当中 当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一点是非没有的话 恐怕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不要出很多是非 有很多是非我的意思很简单就别学了 说你学得越多愿烦恼越重 阿底下尊者也说了 修行越来越好的话烦恼越来越少 你越来越学跟道友也不合说过失的也多 整天都是不讲显宗密宗的经典教义 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研究 就是要学习 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应该是最大的 闻思修行而且闻思修行光是口头上说不行的 还是应该花一定的时间去做 如果你真的很虔诚的闻思修行 哪有一些是非哪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 根本没有即使有的话在你面前这些都是不算什么事 包括我们像佛学院因为闻思修行比较深入 这样的原因即使有些道友自己的住处都没有 不会当做什么事只要不饿死 我看到美国和英国的有些非常好的学校里面 那些老师和学生根本不会为了吃的和穿的而在那边聊天 不是这样的他随便带一杯咖啡或者一些简单的面包 然后边吃边看书他所有的学习和经历放在学习上 人如果自己的精神特别专注在某一处的时候 其他很多的一些小问题对他来讲是无极可乘 我在这里先刚才不知道想起来了一个 就是说佛教不管是在哪里大家要简单化不要特别复杂 其实佛教团体应该是很简单的你想学就学吧 闻思修行就闻思修行不想闻思修行就放弃吧 我们很多佛教徒之间也没有什么产生很多利益冲突 没有这样吧没有的话 应该大家能修行就能修行不能修行就不能修行 很简单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简单说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以赞叹布施的功德为例 以其他波罗弥多的功德再宣说 菩萨之布施唯以众生乐 累劫受害邪何况施犯之 那么下面用布施以布施为例讲其他的波罗弥 也就是说菩萨的布施实际上是为了利益一个众生 不说很多了只是为一个众生让他快乐 这样把自己的财富有很多都是布施给他 那么布施给他作为发菩提心的菩萨 实际上他心甘情愿地在一个大劫当中 我们从世俗来讲几百万 几千万年当中 受到别人的损害也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不但没有抱怨和伤心 还有一种欢喜心为了一个众生 你看这句话很重要啊 更何况说如果他的行为能利益 运营众生非常多的众生 让他们获得了暂时和究竟的快乐 那这个菩萨在多少阶当中受苦肯定更是欢喜的了 为了一个众生他就对所有的这些痛苦愿意接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菩萨实际上 将自己所有的这些快乐布施给众生更不用送 所以有些发菩提心的人看到对众生有利的时候 自己不愿意退自己不愿意做看到众生快乐 比如说我们有些老师他刚开始的时候发心一年左右 后来觉得这些身边的孩子真的是有一点利益 如果他走了以后部分可能没有这样的利益 在这个时候一直发心到很多年很长时间也有这样的 当然这里面讲的太伟大了 有时候我们反观自身的时候的确也是 为了一个众生让我受苦多少多少年 我们都很纠结的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就是大菩萨所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佛陀最顺者 我们也应该想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时候 自己身心的劳累 痛苦这些应该也是愿意接受的 以前在《百元经》里面也是讲过 有一个国王他当时通过天气来预算的时候 将来十二年当中发生计划 好像佛的传记里面也有吧当时佛印第的时候 当时国王将把所有国库的财富分给大家 分给大家的话每一个人可能只能分到 大概是我们所谓的两身左右 两斤左右这样的一个乘量单位吧 后来他就全部分完了 他们要求让国王多一倍 后来有一个人他说当时登记的时候 他的名字没有登上能不能给他分 然后国王他自己的这一份人里面一把都分给他 后来以这个布施感动了天人 如果国王分了一半大概六年的时间当中的事物都没有 后来第十天也是显得婆罗门的形象再索要其他的部分 那么国王也将自己所有后面这些生下的事物全部分给他 他心里面想我在无始以来轮回的场合当中 已经舍弃了多少个生命但没有得到众生的利益 那么这次有这样的机会是对我来讲难能可贵 后来把自己剩下的土分全部布施了 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善心力非常广大的原因 最后饥荒就当然无存了就小声无忌了 就这样的 所以从以前的佛传 历史来看 如果有一个虔诚的心来布施自己 讲所有的事物也好 身体也好 这样反过来说我们在世间当中所发生的很多奇迹 本来是出现一些灾难 痛苦这样的 但是因为有人发特别强烈的菩提心 以这个善心的力量也会改变我们的命运 包括乔美仁波切的《善法》里面也是说过 如果我们特别特别虔诚的心祈祷三宝 通过虔诚心和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 因缘聚合之后 讲相续当中的很多苦恼和一些不顺利的这些事情 全部也会消除 却会消除 所以这种心的力量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遇到一些心里面不舒服 不快乐或者一些 很真诚地祈祷上师三宝 祈祷上师三宝的确是依靠这个力量 很多恶缘化为无有 这也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纪念当中 也是可以得出来的结论 每次我们比如说身体不好做一些噩梦 或者感觉上出现一些不妙 在这个时候特别虔诚的一些祈祷的话 祈祷的力量和三宝不可思议的 大功德因缘聚合的时候那很多无法想象的一些结果 自然而然出现了这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了什么呢 为了一个众生这样布施 这些话大家应该记住 下面讲众生为求财见闻是众生 众为生求财见闻百凡是 我们就像《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凡夫人和佛陀的差别一样 众生和菩萨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实际上凡夫的这些众生特别爱财物 正因为他特别喜欢财的原因 经常被财富寻找 守护 积累等等一直守护着 这些财富对很多人来讲特别痛苦 而作为菩萨 心非常见闻的菩萨 那么他自己对最所爱的这些财物 都心甘情愿布施给一切的众生 如果再详细说众生怎么求财呢 众生都是为了贪执自己的身体或者宿命 他就保护积累许许多多的财物 而菩萨他不但不爱自己受积累财物 不理财 不积财 甚至自己拥有的最好的财物 最可贵的这些东西 只要看到有一些众生需要的时候 他愿意去布施 汉传佛教的经理一项里面也是说过 以前有一个叫做日月明的一个国王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施 后来去外面观看一些国土人们的时候 有一个盲人 他一直特别地祈求要他的眼睛 后来国王日月明都把自己的双目全部挖出来给给他 然后有些人劝说 他说我已经在生生世世当中无数次的 布施过自己的眼睛 他说 须面山可以呈亮的 但是我布施眼睛的数目没有乘量 没有书 佛陀在《百业经》里面也是讲的 《贤愚经》当中也是有 布施当月光国王的时候 把自己的头布施给其他众生 当时有些殊胜对他制造违缘的时候 他也说过我在这个手下都已经给了无数次的头 你怎么会给我造违缘的 菩萨在漫长发大愿的过程当中 布施自己身体无数无边的 这样跟其他的财物怎么会有吝啬性呢 所以菩萨跟凡夫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正义阿含经》里面也是说了 智者随时无有潜谈心作为智者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布施众生 没有什么吝啬的心 所作功德以金融会识人 所有的这些功德也是愿意回向给别人 不要说自己对财务 财务没有执着的 而且他所作的功德他还愿意布施给其他的众生 所以所谓的凡夫跟菩萨的确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凡夫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 保护自己的宿命 那财富更不用说了 那菩萨愿意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 这就是他们的状态 德格格尔蒙尔下面讲到 菩萨怎么样布施身体的话下面也讲了 是身上心了 勤勿何须说 彼其出世间 视为罪无伤 那么菩萨在任何时候舍弃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头目老鼠也好所有的身体布施给其他众生 不但是他没有痛苦还有一种很快乐的心 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有很快乐的心 那更何光说是身外职位的财富更不用说了 他即使没有疲倦心 没有嗔恨心 烦恼心 还有更加欢喜 快乐更不用说了 他所得出来的这种快乐在世间的功德当中很难说 在出世间的功德包括声闻出世间的快乐和智慧 远觉出世间的快乐智慧当中也是没办法比的 他这样获得的菩萨也就是说 自己的身体也好 受用也好 全部布施给其他众生的这种快乐的心 那么一般的人就很难以想比较吧 非常的快乐也就是说 我们人一般都是可能布施的时候 又是有一些快乐心 今天布施多少多少财物或者是 我看到很多我们最近讲布施 我们学院的这些乞丐手里的钱都拿得越来越多了 但是你们有些时候也要分析 好像《瑜伽师的论》 《菩萨的论》当中也是讲过 就是说布施的时候实际上有些是 如果真的成为众生快乐的因我们可以布施 如果这种财富不能成为众生快乐的因 那么不能随意地给 包括一些牧众 牧众的眷属或者一些疯狂者 因为他们可能会拿来钱开始做一些坏事 所以在《瑜伽师的菩萨的论》当中也是讲过 布施的时候一定要有善巧方便 否则有些是也不好分 现在这个世间当中有些看来可怜兮兮的很有钱的 有些的确也是很可怜的 我们学院当中有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 有一个闲着出家的香每天都说放生 放生 但是听说他不知道有各种说法 有些堪布让他离开的时候听说他辩论很厉害的 然后好像我都是有点怀疑有些的确像学院当中 有时候我们在关于这个问题探讨如果真的很可怜 也是按照大乘佛教的教义布施也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一直以这种名义来他自己已经成了职业了 就已经他不愿意做事情有些年轻人 应该是现在比如说打工做什么事情 应该并不是很欠缺的 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往的时代有点不同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 那在生活上不管到哪里去的话 尤其是身体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分析很重要的 不会分析的话 一味的西方布施有时候也有侮辱歧途的 当然作为菩萨见到乞讨者的话 这个欢喜这是很重要的 《大宝积经》里面也说过有一个长者 他的儿子已经离开了 失踪了 他刚开始很痛苦的后来见到了他 已经得到了他 得到他的时候非常欢喜的 但是这种欢喜心跟菩萨得到的 乞讨者之间的欢喜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菩萨见到乞人 乞行大欢喜 也是在《大宝积经》里面讲的 长者欢喜分十六不记忆 刚才我讲到的比喻 比如说菩萨见到乞丐的欢喜心 长者他中间失去了儿子 最后得到的这两个欢喜心比较起来的时候 菩萨见到乞丐的欢喜心远远超过他 我们可能世间当中也是 有些人将自己的孩子 子女就已经失去了 最后得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欢喜 但菩萨在发菩提心的前提下 也就是说这个基础上如果遇到了一些乞丐的时候 如是欢喜心可是我们有没有这种欢喜心 大家也是可以清楚的 因此就像《入行论》里面讲的一样 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如果布施给众生 也非常的欢喜 愿意 而且没有自身的痛苦 因此从这个层面讲我那天也讲了吧 我们现在卷器官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菩萨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你离开了这个世间以后 你的尸体上面有个你的一些器官 也许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尤其是你生前的菩提心很强烈的人 到时候你死的时候可能搁你的器官 也不会有很大的感受 痛苦 我自己也想过很多 比如说一旦我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那对我们的身体也好这些是怎么对待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执著的 对自己活着的时候身体也算是 不算特别执著吧 也无所谓的 一旦离开了这个世间的时候 更取执著有什么用呢 没有什么的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徒将来也有必要研究捐献器官 现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 有很多对这些众生得到利益 做很多器官依止的声援他们也会提供的 这方面我今天并不是说大家唯一提倡这样的现象 但这个佛教徒有很多大乘的经典和 还有一些密宗中阴法门方面的一些 相关的经和论和续部这些结合起来 也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 道义力 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但是将来一旦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如果身体的一些部分有用的话 捐给众生也是有必要的 只要众生有利的话 我们很多事情应该可以做的 下面讲到 聚会是一切 求者喜而喜 欺者得所欺 喜欢非如是 具有智慧的菩萨 他把自己的身体 受用 一切的一切 都可以追求者面前提供布施给他 他得到的欢喜心 比如说我给别人身体布施也好 我给别人财物布施也好 我给别人法布施也好 我给他布施的话 别人已经得到了身体 得到了财物 得到了法 那他的欢喜心 跟我的欢喜心比较起来 欺者得到所欺的 也就是说 乞讨者他自己得到的财物也好 法也好 或者身体也好 这种所带来的欢喜心 跟菩萨比较起来 可能欺者不一定如实地欢喜 因为比如说我给某个众生给个一千块钱 我可能恨和欢喜心 今天某个人很困难的我给他给个一千块 我自己心里带来的欢喜心 远远超过刚才得一千块钱的人的欢喜心 菩萨应该是有这样的特别强有力的欢喜心 就是欢喜心 具有智慧的菩萨他愿意布施一切 这样的话自己都是没有什么财富 他自己施量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很有财富的 而祈祷者他圆满受用 但自己不会有很大的财富有富裕的 还是有差别的 因为有些众生作为祈祷者 他们自己一直觉得我很贫穷心里很贫穷的 然后作为布施者他可能因为所有的这些财物都已经布施了 没有什么财物他没有什么财物的话 他内心当中还是很满足的很有富裕感的吧 就是《大庄严论经》 《大庄严论经》里面也说过 谁有诸珍宝 丰饶自身具 不兴三宝贼 所比罪贫穷 说是有些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金银 珠宝 还有一些各种不同的字具等等这些 从物质方面特别特别的丰富 但是因为自己没有信仰没有三宝的信仰 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贫穷的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有个别人没有信仰的 我们不能说是你很贫穷的但是《大庄严论经》当中 也的确是这样说的因为他的心里是很空虚的 没有什么所依 没有什么皈依处 这种人很痛苦的《大庄严论经》当中也是讲了 随无珠珍宝以及自身具 虽然没有珠宝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自具 能行三宝者 生命第一福吧 如果你没有任何财富也没有什么资具 没有什么房屋 车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有特别虔诚的信仰三宝的心 那么说明世间当中是最富贵的 最富裕的人 所以有时候可能即使你身无分文非常贫穷 但是你今生特别富裕 有信仰 有藏仰 自己的依靠处 有自己的上师三宝 的确也许在人生当中非常有意义的 有时候富贵者和贫穷者很难分的 有些特别贫穷的人他也许可能觉得自己也是很富裕 有些可能即生当中富裕 但是来世非常贫穷的 以前有一个人他死的时候 他给自己的仆人说我死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财富都要带走 当时那个仆人心里面想他所有的财富都要带走 是不是把剩下的所有的财富都是给他陪葬 他当时这样认为的 后来接近死的时候告诉仆人说 我这些财富全部做布施 做功德 意思是做完功德以后他都可以带到来世去 所以有些富贵的人可能即生当中 因为前世做布施的原因还是特别好 福报很大的 但是即生当中如果没有做一些善事 来世也许变成特别贫穷的也很难说 因为前世所积累的善根全部享用完了 即生当中没有做什么 比如说我们把手机里面已经充好点 但是现在这个用完了以后再没有充的话 可能下一次就没有什么了 同样的道理有时候我们自己 尤其是遇到一些僧众 遇到一些特别殊胜的 我觉得最好还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乞丐现在也确定不了 但是乞丐给的话也是一毛钱 两块钱也积累不了大的资粮 有一些比如说福报 僧报尤其是在三宝所依面前 做供养和布施的功德非常大的 或者看到一些真的可怜的有些病人亲自自己去做 这样也很重要的 我们身边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别可怜的病人自己亲自去 我们现在网络上有时候也不可行的 现在很多微信上有很多人各种 比如说我那天看到一个人在乞讨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介绍信我正以为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我一看的时候说他是2012年的一个病人 我问他怎么样呢他说现在在华西住院 然后我一看那个介绍信已经 你现在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有时候现在这个世间的确也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要用智慧来观察吧 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受骗的话 对所有的乞丐 所有的积决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遇到一些选择吧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是选择性特别多的一个社会 无论是在生活当中也好 修行当中也好 包括做布施现在跟以往不同的 现在的这种选择性太多了 选择性太多的原因 我们生活也变成特别特别的复杂 你看我们吃的选择特别特别多的 尤其是一上网的时候特别多 你的衣服的选择也是特别特别多的 你看的书 做的事情这些太多了 这样短暂的人生当中最后自己都不知方向 有时候这个社会确实变得阳化缭乱 我们有时候没有一个正知正念 可能自己生活和家庭就很难维持下去 所以这里面经常说是见闻者 菩萨是见闻者他可能是 比如说人际关系他不是因为今天开心不开心 一个小小的事情伤心 马上翻脸不会这样的 一般发菩提心的这些众生他的性格很稳定的 然后利益众生不会因为今天遇到一点点事情 马上退了马上跑了也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真正变成了一个见者菩萨 很重要的见闻者吧 见闻者 人格很稳重这样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刚才讲到 就是一时我们要成为一个见闻者的菩萨 以后会利益众生 还有我们可能自己的一些隐忧的布施 在你还没有离开人间的时候也可以布施给众生 否则现在很多人拥有这种财富 但是你死了以后也许变成争论之因吧 好像以前最近一段时间吧前几年还是多少 有一个云南非常富贵的人到法国准备买一个酒庄 现在很多人到法国去买酒庄 很多明星也是经常跑到那边去 然后这个夫人跟他的儿子一起乘飞机 准备乘制身飞机到那边去 结果空中已经追悔两人都已经死了 死了以后他的妻子跟父亲好像八九十岁的人吧 他们两个为了后面的遗产就一直打官司 全世界的人知道有时候财富 人活着的时候自己也是没有用上 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但对他没有任何的功德 甚至对他的背后可能造了很多的业 财富好的话他就是今生来世快乐的因 如果不好的话今生来世痛苦的因 因此自己拥有的时候应该对别人布施很有意义的 所以在这里讲聚会的菩萨他虽然没有财 但是他很富足的他很满足的觉得我很富裕的 很快乐的有些修行人就是这样的 连住的房子都没有的特别特别小但是很满足的 可以啊我如果住在山洞里面说山洞里面更冷啊 比这个山洞好一点你看哪有这么大的山洞 我觉得很多修行人都是山洞里面过一辈子的生活 那我比山洞还是条件的好啊如何如何 然后他吃的穿的也是非常简单的 但他还是自作的他甚至有些可能愿意布施 那有些乞讨者其实乞讨者有些是很富裕的 但是他还不满足他有很多的痛苦 他觉得一直不够一直不够他这辈子也变成乞丐 下一辈子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有时候是满足感 自作少运应该是天下第一了 自作自人的话就是天下第一福 这也是朱大德以前在很多不同的教言当中讲的 我会想到这种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在下面一个颂词讲讲 他这里讲聚会菩萨他很愿意布施的时候 也特别有恭敬心的意乐还有没有傲慢心 行为如理如法 时间极其快速布施的时候有很多的态度也是很好 如果没有特别多的财富布施的话 用很温和的语言或者特别可爱的微笑这些很重要 不然有些给布施的时候 虽然布施了但是态度很不好的 来 吃吃吃去去去去不要了不要了 所以如理的布施的话那么满这些众生的愿 就是各自的这些众生不管是他们求财的求法的求身体的 都满足他们的愿然后这些众生布施完了以后 你不会觉得我对他恩德很大你看今天我给他那么大的东西 他不会这样想的我在学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他在我面前出现真的对我来讲恩德很大 他就觉得这个恩德非常大 这个菩萨他觉得他是我修学菩萨当中的一个最好的祝愿 而反过来说作为乞讨者虽然他得到了很多的法 财富 但是他不像菩萨一样他给他给予了这么多的话 没有感恩自信这也是正常现象 我们有些人哎 我经常抱怨我对他什么什么好 他当时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他刚来的时候 我们有些学院里面也是有些道友经常抱怨 他来的时候连住都没有吃都没有我对他特别特别好 后来他变成大法师的时候不理我了我特别受不了 我很讨厌他因为刚来的时候他都瘦瘦的特别 他现在好像看起来都是红光面面我受不了了 其实也不是这样作为菩萨的布施 不管是刚来的时候怎么样最后怎么样 你就不要特别地祈求一些果报 获得果报而作布施这并不是很好的 很多乞讨者他不会有感恩自信我们都经常这样的 包括我们执著的一些学生当中有些还是有感恩信的 有些他后来得到工作这个时候都是特别不愿意提我们 因为觉得他以前如果给他进行执著 这样的话他觉得很不光荣他一定要把这个历史忘掉 后来看到的时候也是很那种 我那天是我以前执著的一个学生在一个路口他当警察 出现在我面前他就特别不好意思把帽子截下来了 截下来了以后好像也有很不愿意的态度 把帽子又带上去翻身走了我就故意叫一下他的名字 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就勉强过来了 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给我报到一个恩的不是这样的 但人的一般基本的一些规律肯定人要有报恩信才是对的 但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你为了受到报恩一直给别人好的话 那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菩萨的布施 菩萨的布施是他即生当中我们前面讲布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不求即生的果报也不求来世的果报 这就是很纯洁的一个布施 在布施的过程当中若无欺求人我是谁当受啊 《毗奈与经》里面不是讲的吗 如果没有乞讨人那我给谁 谁给啊 应该由这种心态来布施的话这是最纯洁的 可是我们始终带有一种世间的喜气啊 我今天做好事我应该是他的恩人 他从来不会想这个乞讨者是我的恩人 不会这么想这也是跟我们平时的思维有一定的差别 他这里有一个比喻 比如说在遥远的路途旁边如果有一棵大树 大树上面有各种果实类类的话 果露的这些人经常去享用 但享用的话果树他不会有什么报恩性 我今天给他提供了多少水果他会不会给我报恩啊 没有这样的同样的道理 尤其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 他在我那里得很多很多的财富 但是我根本不会求他的果报 这就是菩萨的行为 他就乐于所有的这些 随时随地都是乐于布施的话 这就是菩萨的行为除此之外不是真正的菩萨 因此这个菩萨他是 那天我们前面也讲了吧 时间也好 地点也好 事物也好 比如说时间他并不是说 噢 我现在闭关期间我不给布施 最近我心态不太好 或者我现在年轻的时候我不给你布施 我退休以后再给你布施 他从时间上面没有什么差别的 任何时候都他可以给的 然后从环境方面 噢 我这里不给的我到哪里去 我到英国去可以给你布施 我到美国去可以布施在中国不太方便 在印度不太方便他不会这样的 在任何地方在任何行事下他可以布施 然后他所布施的这些食物也是一样的 他不会说这个帽子很好看我舍不得布施 这个比较难看给你布施 他不会这样的真正的大菩萨他最好的东西都是布施 但我们确实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到 最可爱的东西让他布施 除非乞讨把他抢走了除此之外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愿意 所以菩萨真正的布施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就很难想象的 下面我们简单讲一下精进 好 让我们来说 你能不能够认识 你能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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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不准备了 下面简单讲一下 布施已经讲完了前面应该讲布施还是讲得非常细 大家以后想布施的话反开大乘精撞论 布施的相关道理都讲得很清楚 下面讲精进很多人特别精进 我想你们很多人特别喜欢学 我也经常看到你们特别精进的原因 这里也看到你们的影子 首先 受因作用别 相别所依别 思维对之别 知精进佛说 佛陀所宣讲仅仅有六个方面的特点 仅仅是一切善法的首位 仅仅的缘由也好 一切善法当中的首位的原因 第三个 仅仅的作用他祈祷的作用是什么 仅仅想的差别还有仅仅所依的差别 和四种违缘对质的差别 总共有六个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别 下面我们在广说的时候都很细致地讲广说 下面广说呢 三字精进胜 亦比水得比 精进胜乐主 成就十出世 下面讲精进我们前面也讲过 精进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 现在也是世间人当中也确实 我就经常看到有些特别精进的人很成功的 有些特别懒惰的人虽然有智慧 虽然有财富 虽然有许许多多的资源 可是因为自己不精进懈怠的原因 人生世间的很多成功或者业绩都没有的 所以就像《入中论》里面讲的一样 所有的功德跟着精进去的 有精进上等的人他有上等的成就 精进下等的话 他的成就时间和出时间的功德也是下等的 所以我们下面讲三字精进胜 在所有的福德资粮所有的善根当中 实际上精进是最好的 最深的 最需要的 最重要的精进 我们学佛的一些居士当中 有些真的有恒常精进和公正精进 对三宝 所依这些都是 思然而然有很虔诚的信心 然后这种精进的心它并不是一天两天 十年前还是这样的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 现在也依然是这样的 我相信将来的有生主义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也会如此地精进 以前佛学院刚开始闻思修行的时候 有些人特别有智慧 但是因为后来他闻思修行的精进没有坚持下去 中间就要折了 很可惜的 现在是要无隐形 有些甚至在修学上面一点所谓都没有 特别可惜有些一直能坚持下来 比如说有些法师讲经说法不断的 有些法师他不断地修行 好像他的那种精进有些佛经当中也经常有 就像江河的相续 江河的相续是他白天也是哗哗哗哗就流 晚上也在流 他没有什么简短一会儿休息一下 没有这样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偶尔累 又偶尔休息偶尔有点心情不好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长远来看我们对经论的闻思修行 这些都是不能间断 尤其是你们有些居士 可能世间的违缘确实比较大的 你可能遇到了一些善知识 殊胜的环境听一堂课的时候 我要精进 我一定要精进 但后来好像又遇到了各种环境和对境的时候 就慢慢慢慢这颗热情的心就退失了 有福报的人我想精进也是跟福报有关系的 有福报的人他一直精进下去一直努力下去 而且我看到一些老修行人真的还要 我看到有些老堪薄 现在眼睛都看不清楚文字 但是一直还在学 藏地有特别好的法师就爱闻思修行的 他一辈子都是讲经说法 一辈子都是在佛法的意义当中度过 这样自身也是很快乐的 我现在觉得精进的人特别快乐 你看这里也讲了精进是一切当中最殊胜的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依靠精进所有的善法也是得到的 如果没有精进任何白法任何善法可能得不到 即使得很小很小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精进也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可能禅定 智慧 因为禅定智慧或者压制烦恼或者断除烦恼 这个很重要吧当然智慧和禅定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没有精进的话你压不了烦恼 就是断不了烦恼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些修行人特别特别聪明 我看到有些个别大学里面的学生也好 老师也好 聪明都不得了计算机都不需要 什么就算的 但是因为太聪明 太过头 再加上不精进 特别懈怠 每天都是吃喝完了这样你暂时的智慧都根本用不上 最后聪明别聪明已经迷惑了 很可惜的 即使有些人不是很聪明但是一直不断地努力 最后远远超过这些人了 为什么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依靠精进这些善法功德都自然而然产生的 精进当中获得了一切胜法乐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精进的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世间的快乐法 住在法当中的安乐比如说世间当中的积累财富也好 做任何一件事情也是依靠精进而得到的 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有些人真的特别精进 对世间法也是很精进不管他赚钱也好 其实很多的汉族人确实很精进的 比较而言有些藏族这边我是比较担心的 这个我并不是说藏族不好但是有些地方 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一些未生的概念 因为以前条件各方面原因 我去了澳洲 去了加拿大这些 有些汉族还有包括日本有些人还是很认真的 做什么开饭店也好 做生意也好 白天晚上都特别特别努力 我们有一些个别的少数民族的有些人他就特别懒惰 这样的原因很多事情被已经耽误了 不过在修行上面我觉得藏族的有些修行确实很稳重的 不会变来变去的我看前辈大德的这些历史 从小一直在闻思修行当中特别专注 一直到有生之年当中没有发现特别大的一些变化 在修行方面包括藏地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好 一般修行人特别虔诚我们看到有些老年人 即使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也特别虔诚 这里也是有理有理吧不管怎么样 对佛法方面 世间法 出世间一切精进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了精进那么成就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功德 《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是讲了 若出世间一 借由精进的一切得成就 都是依靠精进而成就的 世间的一切功德也是依靠精进而得到的 出世间的一切功德也是精进而成就的 如果没有精进的话这些都是一无所得 所以我们精进的作用意思是刚才没有讲吧 作用也是成就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 我们也希望道友们在藏地求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精进的 就是甚至自己的很多方面要精进吧 但我这里有很多意义你们应该明白 好吧 在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法和功德 包括有些在藏地修学的藏地修学的很多的道友 可能再不说了 算了 我想说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啊 要精进还是很重要的 今天讲到这里 在那里面的文化 有些人的词 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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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